OK,這樣看起來OK的 好啊,大家好,我們 稍微set up 了一下,花了一些時間 那,今天是我們這個課程的 第二次上課了 那,我不知道 一開始我們先稍微看一下大家的情況 上一週我讓大家去做DataCam的課程 那兩個課程其實不是很容易的課程 即使你有學過R的人 你都未必是 做到第二單元的後面那一邊 你都未必搞得定的,對不對 所以我原來是期望說 大家在做這個作業的時候可能會碰到問題 然後我們有助教時間大家會回來 一起討論 結果好像 跟我們在暑假的時候不太一樣 可能是因為暑假的時候大家 沒有別的事 所以我們說助教時間大家都來了 可是 學習中效果其實不是太好 原來這個做法不是太好 所以我覺得 我們勢必要做一些調整 所以我一開始先講一些 我們 這樣大家看得到嗎 我們先講一些我們課程裡面的一些 課程準備的事 首先我解釋一下現在 整個選課的狀況這樣 現在的選課狀況呢 是這樣的 就是說 我們 除了原有選進來的70個人之外 我們有 上個禮拜總共有80一個人來 要求加選 但其實是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借到 可以用的最大的一個教室 就是在PC02那裡 那 各位應該陸陸續續上個禮拜 接到我發出來的mail 對不對 那 我不好意思 有點像在嚇你們說 有些 你如果真的沒有想要投入很多的話 你還是把機會讓給其他朋友 這樣子 不過 原則上我也是希望 就是用那兩個DataCam的課程 做一個 做一個 給各位一個挑戰 對不對 那 那 事實上總共 到昨天中午為止 我們有收到121位同學 包括他們填了問卷 然後也 也把那兩個課程做完 這樣子 OK 然後 從這些同學裡面 因為基本上 我們還是必須要分成兩邊上課 對不對 那分兩邊上課之後 在 另外一頭的這個同學 他們就是只能夠 遠端這樣聽 我不知道效果怎麼樣 也許今天之後還要再做調整 不過 分成兩班之後 在這邊這個教室總共有55個人是 也就是說你選上了 然後你做了作業 然後也交了這個 也交了問卷這樣 然後在另外一個教室呢 就在PC02那個教室 他們有51個人是這樣 然後 我們基本上是在 就是根據我們的規則 昨天中午啊 我們就 把資料 freeze下來 然後開始 幫大家做分組這樣 那現在分組的情況呢 是擺在 我們的 這個 各位應該可以 現在應該都沒有問題吧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 分享資料夾了對不對 昨天 上禮拜我看到非常非常多人 沒有辦法看到這個資料夾 其實都是因為你們沒有用G Suite 是吧 你如果上到我們的網站 然後在我們的網站裡面 在我們的網站裡面 你會看到我們的課程對吧 因為我們是在 我們課程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 對不起 然後 是 這個課程對吧 然後我們這個課程點進來之後 或者你在這裡 然後 課程底下的 R語言 就是我們的課程名稱 然後我們現在上到第二單元了 對不對 是嗎 你點這個的話 就會到我們這個單元的 頁面來了這樣 是嗎 那你到這個頁面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邊 有一個雲端資料夾 是嗎 對不對 你點這個雲端資料夾 照說 你就會連到雲端資料夾了 如果 如果你現在沒有G Suite的帳號的話 他會叫你 換帳號 或者是登錄帳號 這樣知道嗎 喔 那 所以我現在 assume大家都可以 看到這個資料夾了 對不對 然後你看到這個資料夾之後咧 這裡啊 呃我們 看到這個資料夾裡面應該是長這樣 有兩個單元 然後有一個分組名單 是嗎 對吧 喔 所以事實上我們已經根據 昨天收到的這些 也就是說有符合我們這個 條件的這個同學啊 然後幫大家分的組了這樣 OK 然後在這邊的同學因為有55個啊 所以我們分成了11組 另外一邊的教室有51位同學 我們分成10組 這樣 那我們的助教其實都在班上 可是我還沒有把他們分到你們 各個小組裡面這樣 我們現在的助教其實已經請到15個 可是我們這個還是不夠分對不對 因為我們兩邊加起來總共會有21組 這樣 那我們只有15個助教這樣 嗯 所以今天我們會先上課 然後到了最後的時候我們要討論一下 呃 我怎麼樣displace助教下去 然後 呃如果沒有助教的話我們 呃這些小組 其實我們分組的時候有特別把那個 我分組基本上是根據你們大家是大學部或是研究所 根據你們填的問卷裡面有沒有用過啊這樣 其實我們就是我們分組就是用R去做 你知道 我們用R程式把你們的問卷讀回來 然後用R程式去算 呃 每一個人的情況 然後我們用 類似像 呃 呃 呃 實驗設計的方法 呃 去balance out這些factor這樣子 所以每一組大概都是 呃 有一半是大學生 有一半是 研究所以上的學生 然後有一半是會用R 有另外一半是不會用R 這樣 每一組現在大概都是這種情況 這樣 OK 然後 呃 原則上我們到時候會把那種 呃 呃 呃 助教分下去之後 每一組就會多出來一個人 對不對 可是我們還有六組是沒有助教的 這等一下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我可以再hire多一些助教 因為其實我們 其他大學開這一類的課啊 他助教跟學生的比其實都很低這樣 3比1有著4比1這樣子 其實我們這樣子其實已經 然後我們跟教育部申請這個計畫的時候 呃 他補助我們的經費裡面 我們也編了很大一部分就是需要助教 因為這樣的課就是需要助教 所以我可以再顧多一點助教 所以 到最後等一下沒有分到助教這些組 也許我們 可以從你們組員裡面挑一個人 或者是怎麼樣 我們再商量看看這樣子 好 所以這是分組的情形 我們今天就會有分組 作業下去 然後等一下我們上課的時候 你就會需要跟你們的小組人一起討論 我們現在先不要移動 然後我們上到那邊的時候 再請大家 移動一下座位跟你自己的組員 坐在一起這樣 今天你就會有一些小組的動作要做了這樣子 好 然後這是 那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今天是教練就最後一天了 然後我們有一些 有一些選上的同學 可是 你依的是 每一天問卷 或者是你沒教那個 那兩個認證這樣 所以你現在沒有被分到組裡面 其實 其實 大概有 七八位這樣的同學 這樣子 OK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的情形 就是在分組裡面的訂單裡面 你找不到你自己的名字 那就是表示說到昨天 我們Cut off那個Day之前 你還沒有 符合Qualify的條件 這樣 那 那 你已經選進來了 說我不能夠Force 你一定要退選 這樣子 可是你如果 一定要選的話 就變成剩下這些人 你們變成要是一組 這樣子 Right OK 那 規則就是這樣 對吧 大家都知道我其實很Nice的人 可是規則就是要規則 否則的話 就完蛋了 對吧 好 然後 再另外一個教室的同學 的話 那 基本上 今天應該還是有一些旁聽的學生 跟一些 已經我們分了組的學生 這些你們已經被分到組的同學呢 那麼你們基本上就是可以 基本上你就是可以 來修這個課了 這樣子 OK 然後 所以你們如果在這個名單裡面 另外那邊的同學 如果你們是在這個名單裡頭 應該是在分組名單裡面的PC02 我們現在有兩個小組 那 從現在開始我們不應該講這個叫選上 這個叫加簽對不對 照說這應該就是我們這一學期的同學了 只是我們現在有兩個上課的教室 來 那 PC3051是這個教室 然後PC02是另外一個教室 來 OK 所以 在現在在PC02這些同學 那 你如果在這個名單上 原則上你就是可以加簽了這樣 那加簽的做法是這樣的 現在加退選你就不需要做動作 OK 那我們會到異常處理的時候 我會通知你們 請你們用 異常處理的方式簽上來 只是因為我們人數實在很多 那我們跟教務處商量過之後 他覺得這樣做是比較好的 這樣 好嗎 我再講一次喔 如果你現在在PC02這一邊上課 然後你看到你在這個分組名單裡面 那就是說我們可以讓你加簽 OK 然後你要加簽的話呢 我會通知你說 到開始要做異常處理的時候 我們會用異常處理的時候 幫你加簽進來這樣 這樣OK了嗎 那 好 我想我以後上課 因為現在是用這種 遠距這樣教學 之後我也會balance這個時間 因為一日我是在這邊上 或是我在那邊上 既然大家都選進來了 那我就會想辦法讓兩邊的條件變得一致一點 這樣好不好 好這是分組的情況 然後接下來我想先很快再講一下這個 我們有一些logistic的事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上課 最後我們再回去看說 助教分配啊 以及你們的小組作業 這邊有一些事情 我們先把今天想上網的課講完之後 再回頭再講一個 好 那各位都知道我們 現在大家應該都找得到我們的課程網站 對嗎 那我們有一個 那在這網站之下 我們的課程就在這裡 那這是我們的整個課程的網頁 所以我們基本上 好比說我們的FB的群組 我們的檔案分享夾 今天開始以後我們會用Github的Repo 然後我們的上課時間 那互助學習時間我們現在 本來是定死了的 那可是現在 現在我覺得要讓每一個 現在不比在暑假對不對 我想我們要讓每一個小組去協調你們自己的 互助學習時間才對 那等你們把你們的互助學習時間都定出來之後 那有的隊伍已經有住校在裡面了對不對 然後你們的時間我都知道之後 我基本上會把 可能有一些在一起的小組就可以 湊在同一個地方這樣 那我會去或者我會讓助教過去這樣 這樣好嗎 因為現在看起來是 我沒有辦法把這時間定死 要不然的話會 有人沒有辦法上對不對 好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有什麼東西找不到 不知道教室在哪裡啦 然後這個 你看我們現在就有兩個教室了對不對 你不知道時間在哪裡啊 那原則上你到這邊來看 就是整個課程的狀況 那整個課程狀況下面這邊是課程大綱對不對 那每個單元的話就會有一個單元的網頁 對吧 那我們今天講到第二單元呢 我們來看第二單元的網頁 這是第二單元 然後我們講到第二單元 今天我們要講R與NR的工作環境 這是我們這個單元的網頁 然後 那這個單元網頁下面 我們現在在做的是這個課程準備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就會我們的一些筆記啊 這樣我們的課程大綱 之類的這樣 那 我的上課通常就是 用R的筆記用的比較多 用PowerPoint用的比較少這樣子 所以 各位剛剛下載到的那些東西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筆記了這樣子 其實這些筆記它是都是在線上 你現在點它你應該都可以馬上看到它 好比說你點這個 你就看到它這個筆記了這樣 OK 好 或是說你 你要看 這個筆記 就是這個筆記這樣 那我發下來的筆記啊 都是沒有寫完的筆記這樣 OK 它叫筆記的意思就是說 首先我們今天要教大家一件事啊 就是 你要先學會 reproduce 別人的工作 我的意思是說 寫R程式這種事啊 通常你要做一件什麼事 並不是把RDuel打開 然後開始一行一行寫成事 通常不是這樣的 假設我們今天想要做一個 好比說 像昨天那我想要去 把你們填好的問卷的資料 從 它本來是在 分享資料夾裡面的一個Google sheet 對不對 我要把他資料拿下來 如果不會做呢 怎麼辦呢 我找一下看網路上有沒有人做過 你曉得嗎 然後 他如果做過的話 就把他的東西拿過來 對 我先在我自己的機器上面 重複他的 他的這個工作 對吧 Make sure 或者 我的機器可以做這件事 接下來我再把它改成我要的樣子 通常都是這樣做 所以 我覺得學習R也是這樣子學習會是最好的 你要叫你一行一行指令叫你打 你可能需要一個非常長的Learning Curve 這樣 可是用這種方式呢 意思就是說 有點像DataCam在上課 對嗎 DataCam上課它也不會讓你從頭打到尾 通常會讓你填空啊這樣子 對吧 先把填空這件事情做好了 然後之後再去寫整支大的什麼 就會比較好 所以這是我現在上課的形式 所以你們現在剛剛從 從網站上面 所下載到的 其實你們是在這個雲端資料夾下載東西 對不對 你如果點這個雲端資料夾 那麼你應該要看到 怎樣 對不對 在這裡的話 這是我要讓你們交作業的地方 對吧 然後 我稍微用大一點 這個地方是我要讓你們交作業的地方 然後 這是我們今天的PowerPoint 然後 這個就是那個Zipfire 好 那現在給那個 這個就是現在在PC02這邊的教室 你們剛剛可能沒有聽到這一段對不對 你們現在如果在這個資料夾底下 那你應該會看到一個叫 unit02cd.zip的file這樣 它叫CD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code跟data 就是它有層次 它有資料都在裡面 這樣 你要把這個 zipfile呢 然後下載到你的機器上面 對吧 然後 我建議你就是在你的這個機器裡面 也開一個叫2019RTP的這個資料夾 對吧 把這個去放到你自己的 機器裡面的那個資料夾裡面 然後把它解開這樣子 那你在你的資料夾解開之後 基本上你應該就會看到 基本上你應該就會看到 你應該就會看到說 可是我這好像 我用RStudio看好了 我意思是說你去開一個叫 2019RTP的這個資料夾在你自己 的地方 然後把這個zipfile download下來對吧 在這裡把它解開 它基本上就會開一個 資料夾叫 我們今天要做的東西 基本上都在這個 202裡面 OK 好了嗎 那 所以 現在如果你可以 打開這個 這個資料夾 這裡面基本上 我們今天要用的 所有的這些code 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用到這邊 再回頭來 跟大家講 回來我們的那個 課程網頁上面 那我們課程網頁這邊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作業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說我們的這個筆記 總共有五個對不對 這兩個筆記我叫它課堂筆記 如果上課的時候會講的這樣 OK 另外有三個筆記叫作作業筆記 就是我說了的 我出了作業在那裡面這樣 然後 基本上這個作業會長這樣 我給你看 他會是 好比說這個作業是要做股票的 股票的資料這樣 然後他會有一些解釋啊 然後接下來他就會問一些問題這樣子 意思是說你要回答這些問題 根據我給你的資料 回答這些問題 然後填在這個地方這樣子 OK 填在這個地方 我等一下會教大家怎麼樣做這件事這樣 好不好 所以這是我們的作業筆記 好 所以大概 大概我們這個 一開始這個課程的 一些setup 就先做到這邊 我們回到 課程的標題來這樣子 好 然後 我覺得我們就在這個格式講會比較好這樣 好 那 我們剛剛講過這邊 我們來看今天的學習重點 我們 其實我本來今天就想要 push的快一點 我現在課程設計裡面是說 大概前面兩週講一下R 然後接下來我就讓大家會用一點R之後 就直接來講機率這件事 因為其實你 一邊學機率一邊也在用R對吧 所以你可以一次學兩樣東西這樣 可是我發現說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 我們的不會用R的人的比率太高了 事實上我們不會沒有用過R的人 比用過R的人還多 這樣 OK 這可能也是因為我們 今年第一次開這樣課 所以會這樣 一般我們認為說應該都會是在三分之二啊 三分之一這樣子 可是這個比喻的話我覺得我們有必要在R這邊多花一兩週時間 這樣 before我們真的跑到機率那裡去這樣 OK 那所以我今天還會再講一下R跟R Studio的簡介 接下來這個所謂程式筆記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的那個工具 對不對 那我發現說在這個工具裡面學R你們會比較容易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工具學會了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用這個工具來做一些簡單的資料整理啊 簡單的繪圖 然後這個禮拜的作業我是想讓小組作業 就個人作業的話基本上用這個RMD做就可以了這樣 可是小組作業的話我想讓大家上Github的平台 可是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時間講到那裡這樣 OK 假設沒有的話我們就是先把這個小組作業Hold住 下個禮拜再做這樣 好不好 好那 呃 比...比...比...我們開始我...對不起我... 我在...插播一個事這樣 就是說 那...在下一週開始了 我...我...我...我們又會... 開始Assign大家去做一些DataCam上面的這個...這個...這個事這樣 OK 那大家知道說DataCam的課程它其實... 呃... 我們看一下這裡好了 你如果照著這個學期地圖來看的話 它其實只有上面這兩個課程是免費的 喔... 喔... 那底下這些黃色課程其實都要付費 那...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喔 我...我已經... 申請到... 呃... 足夠多的這個... 這個... license啊 也就是說... 你們只要是選到這個課裡面來 那麼在這一個學期裡面 你去上所有的DataCam的課 不只是這一些 所有的DataCam的課 它只要有開你們都可以免費上 這樣它只有一學期而已 好嗎 喔... 所以選下來這個課呢 算是一個福利 你可以上這邊所有的課 它其實都會是免費的這樣 ok 那... 好 所以這些免費的課程 我們應該... 今明天我們就會幫已經... 分到組的這些同學 加進去了這樣 齁 所以應該... 在... 放假... 呃... 放假之後你們回來應該就... 這些東西都應該可以用這樣 也就是說所有的DataCam的課程 已經去上 那... DataCam課程是這樣 它通常第一節是不要錢對不對 接下來你要上第二節 它就會叫你付錢 可是... 可是你知道我們這個班裡面 就... 它就不會再跟你要錢了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已經... 幫大家申請到 上它所有課程的權限了這樣 好... 我們開始上課吧 那... 我們今天要講的第一個 當然就是... 我還是要跟大家... 這個講一下這個 R跟RStudio 雖然我看不到另外那一邊 可是... 呃... 就現在在這個教室的同學囉 我上禮拜有... 從我們的頻道發出去一支影片 對不對 教大家... 看那個... 呃... 就是... 在我們的頻道上面 呃... 呃... 在... 呃... Youtube 呃... 這是我們的Livestream啦 就是我現在... 呃... 那一邊看到的畫面這樣 那... 在這個頻道裡面喔 那... 你如果按一下Playlist 那你會看到說... 這是我們上個禮拜的上課錄影 對不對 然後...呃... 時不時我就會... 發一些... 教學影片在這上面這樣子 有些我覺得上課講的不夠清楚 對吧 或是我覺得應該要補充這樣 我會做這個事這樣 所以... 有看過這支影片的是不是舉手我看一下 喔...其實還蠻多人的齁 好...那... 那好...那我... 可是...還是有一些人沒有看到嘛 齁... 我覺得啊... 我覺得啊... 你學R語言喔 其實... 最重要的就是這六個原則 你知道嗎 我們學寫程式 我知道很多人沒有寫過程式這樣 那...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寫程式是怎麼一回事 對吧 對嗎 那... 寫程式是什麼事啊 呃... 是怎麼一回事 基本上在這... 這裡面就已經完全解釋清楚了這樣 對吧 所以這裡面有幾個原則 首先就是說 你需要先定義一些資料的物件 對嗎 你要把所有的資料都當作一個物件 這樣 那你定義一個物件的時候呢 你需要給這個物件一個名字 對不對 要給它一個名字 然後... 所謂資料的物件呢 它裡面有好幾種屬性這樣 它有結構 它有種類 它有質這樣 它不是像我們數學裡面的代數 就只有一個質這樣 資料跟代數裡面的那個XYZ 比較大的不一樣是說 那你一樣是取給它一個名字 可是它... 它這個名字裡面 其實它會有結構 會有種類 會有質 OK 所以你一開始的話要先把一個資料定義成一個物件 那接下來你再透過所謂的運算式 對不對 透過加減乘除也好啦 透過一些內建的功能也好 透過這運算符號跟功能去做運算式 那你執行運算式的結果 那其實就好像是... 呃... 我們在做代數一樣 對不對 你可以寫一個運算式出來 然後... 把它算出來 對不對 只不過你寫程式語言是 你不用自己算 對吧 電腦會幫你算 對吧 所以你把它看成像國中 在學代數一樣 是吧 代數其實很簡單 我說它只有一些 加減乘除 大括號、小括號、中括號這樣子 對吧 有一些簡單符號 可是靠這些簡單符號的組合 你可以組出非常複雜的東西 對吧 程式也是一樣 是嗎 只不過它裡面的那個 像代數那些XYZ那些東西 它現在就變成一些資料物件 然後你一樣是透過一些 運算符號跟一些功能 我們代數裡面有個概念 叫做function 對不對 那叫函數 是嗎 這也是一樣的 在這裡面有個東西叫函數 我們可以呼叫一個函數 那原則上 我們把一個 好比說我們要開更號 那原則上我們可以呼叫一個函數 來幫我們開更號 是這樣 然後這些事情 你把它湊起來 它就會變成一個運算式 這樣 對吧 那我們有講過說 你在RStudio裡面 它有四個區 對不對 大家應該已經知道這樣 是吧 你如果直接把這個運算式 打在指令區 它就會直接算東西出來了 是吧 那 它就會把這個運算式執行完 然後把結果打出來給你看 這樣 對吧 那 可是有的時候我們不會直接這樣做 對不對 因為 寫程式嘛 你通常不會是 下一個指令看一個結果 下一個指令看一個結果 對 你通常是 做資料分析 你有很多很多個步驟 這樣 那 那 你想要 有些步驟你需要重複去執行 對嗎 有些步驟是 你需要透過修改 慢慢去 慢慢去把它 做測試這樣 那你要這樣做的話 你就不太方便 打一個指令看一次 打一個指令看一次 你會希望把指令寫在一個地方 當你把很多個指令 把很多的運算式寫在一起 它就變成一個程式 是嗎 對吧 所以你定義物件 然後變成運算式 你把運算式 但是串起來它就變成式 對 所以寫程式 其實就 就這麼一回事 對 如果各位是沒有 寫過程式的 然後你還沒有看過 那段影片的話 那我建議你一定要去看 那段影片這樣 OK 那段影片會告訴你說 R要怎麼用 然後什麼叫做寫程式 這樣 然後 物件這個名稱是很重要 我說這個名詞是很重要 因為在R裡面 我們時不時就會需要使用線上的求助 這樣 對不對 你看 常常有人問我說 那Function那麼多 你怎麼記得住 我跟你講我也記不住啊 因為每個功能裡面 不是都會帶很多參數嗎 參數那麼多 沒人記得住 所以你通常就是 一邊打 你要一邊看線上的這個 這個 有點像是Online help這樣的東西 那 那這一些名詞喔 它會一直一直出現這樣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給個物件說 它有個名字對不對 等一下我會帶大家 帶大家再看一遍 什麼叫class 什麼叫結構 什麼叫type 什麼叫種類 什麼叫做值 什麼叫做值 OK 資料物件喔 它的結構可能很複雜 這樣 我說它很簡單 只是只有一個數而已 它也可能是一個向量 它是一串數 對 然後 那這個向量它有很多種 對嗎 如果都是整數 我們就說它是個整數向量 那如果這一串東西 它都是 它都是自串好了 對吧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自串的向量 那 它也可能是 數值的向量啊 對吧 所以它可能是很多種 日期 日期是另外一種種類 對不對 邏輯變數是另外一個 我們在寫成時候常常會用到的 意思就是說 那個變數 那個值它只可能是true或false 對吧 真假 真假 這樣的東西叫邏輯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呃 我剛剛講的東西叫做 種類叫tie 叫data type 這樣子 是吧 你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結構啊 你只有一個值嗎 還是你是一個向量呢 或者是說 你可以更複雜 它是一個矩陣 對不對 你可以有一個數的矩陣 這樣 對吧 還有更複雜的那種 多層次的這種 這種資料結構 我們慢慢碰到慢慢在講 但是事實上是 呃 寫成式的裡面的這些物件啊 跟我們做代數裡面那個代數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說 它其實是一個有結構的東西 這樣 等一下就會看到 那 我們有辦法 把一個有結構的資料 用一個名稱去稱呼它 對不對 我們就有辦法拿它來做各種 我們想要的運算 這樣 懂嗎 所以這幾個名字大家要把它記住 呃 右邊這邊的這些 看起來非常簡單的這幾個英文 名稱也要記住 ok 因為你會在網上一再看到這些東西 那這些字實上簡單到 有時候你 你會 忘了它是什麼 這樣子 那 可是 在R裡面這些字都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它指的是物件的名字 物件的type 然後 那剛剛講啦 我們說type 那type有很多種 對不對 我們說過啦 integer啊 可能是 它叫numeric 就是實數 或者叫數值 logical 就是 有人叫做booling 或binary 這種 這種 這種資料的種類 它就是 二元的 然後再來 自竄 對不對 好比說 人民啊 地址啊 你寫一個 寫一段 評論文章啊 對吧 你發一個 Twitter啊 對吧 發一段 貼文啊 任務件基本上是自竄 對不對 它不是數字 但它也是資料 很重要的資料 然後日期啊 日期是一個 呃 在R裡面 處理日期 一開始在寫R 處理日期是還蠻痛苦的事 我們今天會特別為這件事 在我們的立體裡面呢 帶大家做一做 這樣子 OK 然後 另外有一個 剛學寫程式的人 很容易很容易 覺得很confused的東西 叫做 類別變數 類別的物件 這樣子 有一種資料的 型態叫做 類別 好比說 人種 白種人啊 黑人啊 黃種人 對不對 然後 好比說 這個 系所的 名稱 這樣 可能是 資訊系啊 資管系啊 人管系啊 然後 氣管系這樣 這一類的東西 基本上是 通常我們會把它 叫做類別 對不對 是嗎 它跟字竄不太一樣 字竄的話 原則上是 重點是裡面那些字 是吧 我們對字竄可以做什麼 我們說 前面三個字是什麼 後面三個字是什麼 字竄裡面 有沒有這個字 對吧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可能會對字竄做的事 可是你對類別做的事 通常都不太一樣 在類別 事實上在資料分析裡面 是很重要的 對不對 是嗎 好比說我們剛剛不是跟各位講了嗎 我拿了大家的文件填回來 然後我開始 做分析 一開始我就會想到說 大學部有多少 然後這個 大學部以上有多少 對不對 如果我想要知道 大學部的人裡面 有多少%有學過R 當然這個大學部裡面 學過R的人的比率跟 研究所的一不一樣 對吧 或者現在我們有兩個教室 那我想要知道說 到底是 這個教室裡面 人學過R比較多 還是另外一個教室人學過R比較多 這些事情都牽涉到我們要用類別來做計算 對不對 是嗎 所以這種分類的 我們叫類別的這種物件 它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今天也會再看到這種類別的物件 那因為類別的物件 我們說 白種人 黃種人 黑人 基本上它看起來就像個字串一樣 所以一開始 寫程式很容易 跟他 把他跟字串 就弄混淆了 我等一下會帶大家看說你要怎麼樣區辨他們 這樣子 然後要怎麼樣用他們 好嗎 好 所以這資料的種類 那我想 名稱很 很直白對不對 講完種類講結構 那 R裡面 比較重要的結構是這樣 其實R裡面並沒有所謂的單值 等一下我就會告訴大家 在R裡面最簡單最簡單的結構就是向量 所謂單值啊 它其實只是長度唯一的向量這樣子 就是在R裡面 這其實這事情還蠻少人知道的 我說R開始在發展的時候 因為我在貝爾實驗室來 所以我 跟著他們在一起 我一開始也覺得很奇怪 不是所有的 程式裡面都是以單值為主嗎 那R不是這樣 R這種語言 它是以向量為主的 語言 各位如果學過Python的話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學過 Python就更厲害了 它基本上是以序列為主 它是以這種東西為主的 這種語言 所以 以R來說 它其實最簡單的就是向量 那如果這個向量只有 裡面只有一個字 因為向量可是一串東西 而且所謂向量就是這裡面的每個element 都是要同一種type 對嗎 它要是整數 就要通通是整數 它要是自傳 就要通通是自傳 它要是日期 就要全部是日期 你不能在一個向量裡面 混的不一樣time 它是不允許的 對不對 所以向量就是同一種種類的 然後很多個 這樣子 然後它是有 有 所謂向量 就是裡面的每個值 它其實是有一個所影 對不對 我們也可以說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第四個這樣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那個 它不是一個set 對不對 向量的話 每個數字的位置是固定的 如果它是一個集合就不是 對不對 它是一個向量 那各位知道的向量 就很容易知道什麼叫矩陣 對不對 如果你是一個 二維的資料結構 它就可以舉證 一樣舉證跟向量一樣 它裡面每一個元件 每一個element 都必須要是同一個type 對吧 你每一個舉證 就是 然後 各位在上DataCam的課裡面 應該上到一個東西 叫資料框 對不對 資料框是我們 很像我們還會看實例 我們現在先很快 帶大家一下 資料框是我們現在可以講 是用的最多最普遍的一種 資料結構 這樣 資料框是這樣 它有很多很多個東西 叫欄位這樣 然後 它有很多很多筆 資料叫做記錄 好比說你們填的問卷 是嗎 你們填的問卷 然後它在 你們填完的問卷之後 那個Google 就會把它放在一個表單裡面 對不對 一個像Excel這樣的表單 對吧 那每個人填的 每個人填的一張問卷 叫做一筆紀錄 是嗎 一筆一筆紀錄 這樣 然後在R裡面把它稱作raw ROW 這個叫raw 這個方向我們叫column 直的方向 那叫column 然後 通常我不會講raw跟column 我會講紀錄跟欄位 這樣 好嗎 你會在有的書裡面看到raw column 然後有人講行列 行列很麻煩 因為會跟 因為 中國那邊講行列跟我們是相反的這樣 所以很confused 比較好的想法是這樣 你把它叫紀錄 然後把它叫欄位這樣 對吧 為什麼叫紀錄啊 因為我們做分析喔 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你要先知道你的分析單位是什麼 這樣 你在分析什麼 好比說你們填的問卷 就是每個人對不對 每個人是一個我們要分析的單位 那我現在要知道說 這個人的這個 一個人有很多不一樣的屬性 對吧 你們的人名就是一個字串 對吧 你是哪一個細索 是哪一種資料形態啊 我說type 細索 是屬於哪一種 資料形態 剛剛講過這些形態 它是哪一種 factor 它是屬於factor 它是一個類別對不對 細索是一種類別 是吧 你們的身高呢 它就會是 數值 對不對 不一定是整數 它是這個數值 是嗎 如果你們有沒有學過r呢 它是哪一種 對 它就是不靈邏輯這個代數對不對 所以你看每一個人喔 它的屬性是各種不同的type 然後它放在同一筆記錄裡面 對吧 所以這種資料框的 這種資料 其實對我們很有用 對不對 我們在收集資料的時候 我們在分析資料的時候 就很有用處 所以這種東西叫資料框 這樣 所謂資料框 你可以把每一個 每一個column 就是每一個籃呢 看成是一個向量 這樣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這一籃 如果說你們有沒有學過r 那麼你可以基本上把它看成是一個二元的 就是一個邏輯的向量 對不對 因為每個人填的要嘛是true 要嘛是false 這樣 是吧 那我假設開放讓你們填 填人民 填人民那你就會填的 呃 就是一個字串 是嗎 但是一個人 因為每個人在這裡都是填字串 對吧 所以這地方就是一個字串的向量 是不是 所以資料框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把 不同種類的 不同type的vector 把它 集在一起 這樣 對不對 它不是單純把這不同type的vector 集在一起而已 它的位置是 重要的 對不對 我說 它現在在第幾個 第幾筆record 因為每一筆record 就會代表我們的一個分析單位這樣 對吧 所以你看 資料框呢 它的每一筆記錄 是一個單位 是一個我們要分析的那個單位 可能是一個人啊 可能是 一個顧客啊 可能是一件產品啊 我們要分析的那個單位 就是一筆記錄 那這單位上面的屬性 就會變成是它的欄位 對不對 那 每個屬性可能不一樣 種類這樣 對不對 好 然後 資料框之後還有 更複雜的這些資料結構 那我們等到講到它再說 我覺得在初步學R的人啊 你學到這邊 大概就可以 你會用到項量 你會用到資料框 這樣 大概就可以做非常多事情 這樣子 那我們一旦有了資料結構 就會牽涉到我們要怎麼樣去做資料結構的鎖印 大家先不要看這個很複雜的東西 等一下我們上課會講 資料的鎖印 我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如果 我現在如果有一個項量 裡面有100個整數這樣 那我現在如果只要用第三個到第五到第30個 我只要用這一段這樣子 對 你既然有一個結構 那個結構裡面就要有辦法去想 那結構裡面的每一個元件 這樣 所謂鎖印 就是 你要怎麼樣去 在R裡面你要怎麼樣去寫 或者怎麼樣去操作 這個 一個資料結構裡面的一個元件 這個動作叫做鎖印 在R裡面的鎖印是 一開始學R的人 可能會覺得最困難 最痛苦的地方 因為他非常非常的有彈性 這樣 非常非常有彈性的 這個 這個 另外一個講法 就是基本上沒有什麼規則 那 基本上都是一些慣例 對不對 其實這些R元 一開始的時候他不是這樣的 我跟你講 我最早在Bellet裡面看到R不是這樣 他一代一代 然後大家用習慣的覺得這樣好用 講話就是 人講話不就是這樣嗎 好比說 現在 好比說 昨天我們在聊天我就說 嘿我晚上去那個活動中心 我們不是有活動中心 在那個關海樓上 五樓那邊活動中心 你晚上去的時候 他就黑黑的看起來蠻嚇人的 電梯門一打開然後走道這樣 暗暗的 所以我們就會說 那個地方看起來很還原這樣 對吧 我意思是說 我意思是說 語言是隨著時間一直在變 這R也是一樣 那 這一些 他之所以有這麼多種索引方式 等一下我們會講很多很多種索引方式 之所以他跑出這麼多種索引方式來 其實也是因為大家覺得 欸 這樣講好 好用好用 然後用久 然後就變這樣 所以他沒有什麼道理 麻煩的事情在這裡 對不對 他只是一個慣例 而且這個慣例不是一成不變的慣例 是非常有彈性的慣例 這就是語言 我再講一遍 語言是什麼 就是一個慣例 然後 他跟其他的慣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他是很有彈性會變化的 那這裡 基本上就是要靠用熟了 你慢慢就會 就會 你真想要把那個規則記下來 你是沒有辦法做的 我再講一遍 你學R語言 你不要想說 我把所有的路我記下來 你記不住 而且你記住的時候他會改 那 理論上就是多做 然後在做的過程裡面 慢慢去習慣這種慣例 好啦 那 我覺得我們這個 講了這麼多 我們這個 也應該回頭來 開始來動作做 這樣子 所以這一節跟 下一節我們就會到RStudio裡面來 然後 我先帶大家 make sure大家可以到RStudio來找到 我們要下一節開始做事的地方 嗯 你現在應該 有一個Zipfile解開之後 會有一個資料夾 你到這個資料夾裡面 你會看到 應該是這些東西 它有很多叫RMD的file 就是我們的程式檔案 然後這些HTML 是這些程式檔案 執行過之後的結果 我再講一遍 這叫RMD的file 是我們的程式 然後這個 叫做 HTML 就是這個程式執行過之後的結果 這樣 其實R的程式執行出來的結果 其實可以很好看 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從這邊去開這個HTML檔 按一下 View in the Web Browser 那基本上它就會開在Browser裡面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 我們下一節要從這邊開始 跟大家講 就是用這個 用這個層次筆記 那你看 這是它執行過之後的結果 我在這個筆記裡面 我可以寫一些 數學運算符號 我可以 我可以用不一樣的字型 我可以 畫重點 對吧 我可以 畫一些圖案 對吧 這一種形式 大家先不要擔心 這個看起來好像很難 這樣 你們一開始要寫的東西 只有在這個box裡面 這個才是R的程式 這樣 在這個盒子以外的那些東西 基本上都是我加上去的註解 這樣 OK 好嗎 所以各位等一下我們要開始做呢 那我們會從這裡 在這個檔案夾裡面 有一個file叫做 unit02a.rmd 我的課堂筆記都會叫做unit多少 第二單元就unit2 第三單元就unit3 如果那單元有好幾個課堂筆記 就會有abc 然後它的 它的這個程式檔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 然後 我再講一次 大家一看到這個先不要嚇到 因為你要寫的其實 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你要寫的 你要寫的基本上是在這裡面而已 這樣 我說R的程式 這樣 而且這些程式也不是 好比說像前面這些設定 其實我說 以上大家都不要動這樣 意思是說 大部分的東西都是你不需要動的 你需要動的在哪裡 我會跟你講這樣 這樣各位知道嗎 所以各位現在如果 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到這邊的話 那你去點一下 就是在R裡面 它是這樣來開檔案對不對 你找到它了 然後我現在要開這一支 城市檔 我點一下 那城市檔就會開在這邊 對吧 這個叫做城市區 對吧 然後 你如果可以做到這樣的話 你應該在這邊會看到一個night 就是 night是那個 織毛線的意思 這樣子 它意思就是說 我要叫R去執行底下這個城市檔 把執行的結果放成一個 放成這個 我可以放在網路上給人家看的這種 這種 我們叫做網頁對不對 是嗎 所以什麼叫做R Markdown 它就是執行你的城市 然後把執行的結果跟你的註解擺在一起 把它變成有網頁 我再講一遍 什麼叫做RMD 什麼叫R Markdown 它就是 你寫好R Markdown之後 那你讓R去執行它 那R在執行它的時候 原來它會把你的城市 城市執行的結果 跟你寫的註解放在一起 各位等一下 藉由實做 你就會知道我們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 OK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可是我們不能休息太久 OK 大家去 上個洗手間什麼的 我們2點15分回來好嗎 好 好 先不管 好 那 上一節我們講到這邊 對嗎 我說 我們把 我們把城市寫在一種檔案叫做RMD 這種檔案裡面 然後 原則上 我們按這個Night 然後它就會 所以 R就會去跑這個東西 然後幫我們把它解出來 各位如果是第一次跑這個 R Markdown的話 它會需要裝還 蠻多套件 我上次跟大家講過對不對 R的話它本身是一回事 可是它需要靠外面掛了很多套件 讓它變強大 這樣 是嗎 那 所以你第一次 如果你以前都沒有拋過R Markdown的話 我建議你開完的時候 就趕快按一個KIND這樣 你是按下去喔 那基本上它會跟你講說 你現在有很多套件沒有 你要不要裝這樣 Either它會用中文或者 好的沒有中文 應該它就會英文問你說 有一些package需要裝 你要不要嗎 你當然要按Yes 對吧 不按Yes就裝不下去 對不對 裝那些package需要一些時間 那 Mac會比較久 那個 Apple會比較 那個 那個 PC會比較快 這樣 所以 我建議你現在就做這個動作 好不好 那等一下要是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幫你排除 這樣子 好不好 那 如果你以前就做過R Markdown 那你做這個動作應該就輕鬆愉快 像我這樣子 我按了這個KINT之後呢 你會看到說這邊 就是它現在執行的這個進度 那麼執行完畢之後呢 它就會把做好的這個 那個 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 HTML File 就是我們的網頁 應該這樣說 它就會把網頁擺在這邊 那你把這個網頁 按一下這個鈕 那麼這個網頁就會 被pop up到這個 你的browser上面來 假如 假如你現在想要把這個網頁貼在 貼給別人看 這樣 對吧 那原則上你這個網頁就可以share出去 人家有網頁就都看得到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從現在開始啊 我們漸漸漸漸 作業我就會叫大家這樣寫 這樣 好不好 那寫完了你可以留著自己看 對吧 然後 它叫筆記嘛 就是你可以把上課的重點跟程式寫在一起 以後你就拿出來看就比較容易記著 好 那 呃 我們 我們 我們進到這個RMD的時候啊 那一開始它前面有一些 呃 大家應該 大家需要改的應該只有這個地方 就是author這樣子 對吧 因為現在這是我的名字 那你自己嗎 那你就要改成你自己的名字 對吧 第一個需要改的就是 把你自己的名字寫在這裡這樣子 好 這是第一件事 那其他的部分啊 這上面這些東西 大家都不要去碰它 因為有些設定 你知道要做到這麼漂亮 是讓它還是需要一些代價 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就是讓它變漂亮的東西 這樣子 好嗎 那大家就是 不要碰它 就除了 除了這裡改你自己的名字 來 然後 然後 以上這些東西大家都不要動 這樣 OK 好 那 那接下來各位看一下 我們的網頁裡面 我現在把它開兩邊看可不可以 好 把它開成這樣 大家看喔 就是說 我的 這個 網頁裡頭它分成一段一段的 然後我們 我們現在就是一段一段 帶大家看 帶大家做下去 基本上是這樣的做法 那 首先我們先回憶一下我們 上個 這個 禮拜有講過的那個例子 對不對 我說我們想要算 呃 我們想要算一個期望值 那我們怎麼算期望值呢 我們把這個事件可能有的所有的outcome 它的機率 已經發生這每個outcome的時候 我們所會得到的這個payout 把它寫出來 對不對 用這個公司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對吧 是吧 那我們這樣講的意思是說 這個機率如果它是一個向量 對吧 它是一個機率的向量 它是一個數值的向量 那麼V呢是什麼 V是報常的一個向量 對吧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這兩個向量 那我們 這個 在同樣位置的兩個數值把它盛起來 對吧 然後把它盛起來 這些基因再把它加起來 就是我們的期望值 對不對 是嗎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講說我們做商業數據 我們做商業分析啊 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算期望值 在算期望值 那期望值是這麼算 那在R裡面我們怎麼算呢 那在R裡面我們怎麼做這件事啊 那 其實在R裡面我們做這件事是這樣做的 大家先不要看程式喔 先看我們的步驟 基本上有三個步驟對不對 在R裡面寫程式 第一個步驟你要先定義物件 對吧 是吧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講的V是我們的payout 然後P是我們的probability 然後我們就 因為有四個outcome嘛 所以有四個probability 有四個payout 我們就把它定義起來 那這個C啊 就是在R裡面 我們定義項量的寫法 這樣 OK 好 那 所以這兩個項量都是什麼 都是數值項量 對不對 他們都是數 都是數 數值這樣 然後 我們定義完了物件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運算 對嗎 我們要運算什麼 我們要把這兩個數乘起來 把這兩個數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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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起來這樣 OK 那 在數學裡面它會寫成這樣 對吧 蠻嚇人的一個公式這樣 那 在R裡面我們就會寫成這樣 因為你現在要把P跟V去相乘對不對 成王的時候要把它加起來 對吧 那我說 這個叫物件 是嗎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運算符號 對吧 我說你把 物件跟運算符號 這個sum是什麼 sum其實是一個功能 對不對 我們 透過運算符號跟功能 使用物件定義出 運算式 對吧 那麼 這個東西它就是一個運算式 好嗎 OK 它是一個運算式 你這個運算式 你如果把它 打在這個執行區的話 欸 對不起 欸為什麼 好像 我剛剛好像沒有弄到 Copy一下 Copy 我們如果把這個運算是 打在這個執行區 欸 為什麼我的keyboard好像 不會work 等我一下 好了 好了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剛剛忘了做一件事了 我們現在如果想要執行一個 執行這兩行 我們要先定義這兩行 接下來我們才能執行它 對不對 是嗎 因為這兩行 我說 我們現在在這個markdown裡面 原則上都是把城市打在這個 灰色的這個box裡面 對吧 然後 大家先不要自己寫 先看我寫 對不對 那我寫成這樣 那我如果執行這兩行會發生什麼事呢 各位看過我的影片的話 你知道這一區叫做 叫做物件區 對不對 我們如果定義了物件 那麼這物件 的名稱 對嗎 我們說物件有四個屬性重要 第一個是它的名稱 第二個它是什麼種類什麼結構 對吧 那因為它是一個數值的向量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長度為四的 所以p跟v分別都是一個長度為四的數值向量 是嗎 你用這樣子 你就定義一些物件出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用這一行指令去做 你看 這行指令我如果直接把它打在 打在我的指令區的話 它基本上會把算出來的值直接丟出來 丟在這個指令區這樣 可是我們通常做資料分析不會想要這樣 對不對 因為你需要一個很長的步驟嗎 做完了先存起來 等一下你還要拿它來跟別人做另外一個運算 通常是這樣子 對不對 通常你會把 運算式運算出來的東西用等號呢 把它放在另外一個物件裡面 是嗎 所以你把它放在另外一個物件裡面 然後這樣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執行這一行的話 你按這個東西它就會執行這裡面 它就會執行這裡面的這些 這幾行指令這樣 你執行完了你會看到 這邊多了一個物件對不對 叫payoff 對嗎 payoff的值就是5 OK 但它現在不只是 跟剛剛不一樣 它現在我們可以叫payoff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payoff 往下做運算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payoff在哪 在這個case裡面 它算出來是一個 長度為1的向量 對不對 各位看一下 我現在如果打payoff 它基本上是會把payoff的值 印出來給我看 OK 各位看到了嗎 它其實不是一個單值 它是一個長度為1的向量 我說你看這個對不對 它其實是一個向量 只是它的長度正好是1而已這樣 那運算式的結果 未必出來都是一個單字 假設我只是打p乘以b它會怎麼樣 各位可以試一下 你看p乘以b的結果是什麼 它事實上是一個數值向量 對不對 在r裡面的四則運算 我說r的基本資料結構就是向量 它做計算的那種基礎 它會把四則運算 就是這個向量裡面的第一個 去乘這個向量裡面的第一個 第二個去乘第二個 原則上它是這樣子在做運算的這樣 這樣做運算其實有很多好處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會讓我們寫層次變得非常方便 這樣 OK 對吧 你可以想像 我要講說這邊的第一個 乘這邊的第一個 這邊的第二個 乘這邊的第二個 傳統的層次就是這樣 可是到了r以後的層次 漸漸它會變成這樣 OK 它會以向量為中心 來執行市的運算跟功能 那執行的結果 你看 因為這樣子做完 它其實是一個向量 我們現在要把這四個值加起來 我們就必須要呼叫另外一個功能 叫做 sum 對嗎 來把它加出來 所以好 那最後就是印出結果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執行的這些結果 各位如果想要跟著我一起做這些東西的話 那你需要做的就是 通常是這樣 它這邊有個鈕叫做 各位看到這個符號嗎 這個符號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執行 從這裡 這上面有兩段碼 對不對 我要執行這兩段碼 然後 停在這個地方 那我按這個鈕的時候 它基本上是會先做這一塊跟 這一塊這兩塊裡面的程式 這樣 那這兩塊程式基本上是這樣的作用 一方面 我說過它是要 美化你出來的東西 另外一方面的話 因為我們會用到套件 那有的人有裝這個套件 有的人沒裝那個套件 所以在這裡 如果你沒有套件 我會幫你裝 這些程式碼的功用是這樣 它是看看你有沒有我們需要的套件 如果有的話 我就把套件叫進來用了 如果沒有 我會幫你先裝這個套件 再把它裝進來 那這段程式碼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你跑到這裡來的時候 應該就是你已經Ready for a round 那你Ready了之後到這裡來 你就可以一格一格去跑 對吧 你跑到這第一格 它第一格就跑完 你看第一格跑出來 它基本上沒有Output 因為它的Output 已經放在P跟V裡面了 我們跑第二行 你看它 它也沒有Output 可是第三行會有Output 它 再看一遍 我執行這一行 它會把這一行執行的結果 打出來在這裡 就是它的Output 這樣 我們看一下我們剛剛講過 其實我們剛剛就是寫一次程式了 對不對 是嗎 我們剛剛exactly就在寫一個程式 那麼這個程式 其實就是一個最簡單的程式 它在幹嘛呢 在R裡面寫程式 基本上三個動作 定義資料物件 執行運算式 印出結果 當然這個執行運算式 可能會執行很多很多個運算式 最後才印出結果 這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tory story 對不對 所以好啊 所以 如果你以前沒有寫過程式 那原則上 透過這樣剛剛就是寫程式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一邊 就是我們要定義一些基本的值 這樣子 我剛剛講過啦 有整數啊 有數值啊 然後有 有這個 有這個叫什麼 邏輯啊 然後有字傳 字傳的話要打成這樣 那日期它要打成這種樣子 如果你要定義一個日期 好比說2019年0101 原則上就要打架 沒有什麼道理 因為基本上就是 我說 就是慣例對不對 它沒有什麼道理 原則上就是 你用這種方式來 定義一個 基本的值這樣子 基本的值的打法 是這麼打法 對不對 假設我們現在執行這一格的話 那 會有什麼奧布嗎 不會有奧布 對不對 這一格裡面在做什麼 它只是把我們現在打出來的這些基本值 把它放到這個物件裡面去而已 對不對 是嗎 所以 所以你打完了這個之後 其實真的會有變化的是在你的物件區 看到了嗎 你按這裡啊 你的物件區就會多出來很多物件 Right 看到了嗎 這裡會有一個Warning 大家先不要管它 這是 這一版的RStudio的bug 我覺得這樣 這一版的RStudio 你如果在這裡面 你會不會看到 我們這裡面 這裡是程式對不對 那這個警字號的後面的東西 其實是這行程式的註解這樣 意思就是說 警字號後面的東西 它是不會看的這樣 R是不會看的這樣 只是你加個註解 提醒你自己這樣而已 那我現在是為了把它標得漂亮一點 我就把它寫在這裡 在這一版的RStudio 它 它只要在這個 這個城市區你寫中文 它就會出這個Warning 那你不要理它就好 這樣 好不好 所以這個Warning你不要管它 那 所以你看你執行完這一段之後 它就是 就定義了一些新物件 對不對 那接下來 我們先順著這個 筆記來看 比較容易看 那需要執行的時候 我們再回到 城市裡面去 我稍微 不要用太大 不好看 所以你現在手上如果拿到我們這個Notebook 其實你是可以 自己一格一格往下去執行 對不對 是把跟著我做一遍的意思對不對 而且你還不用自己打的 是不是這樣 不過 不會 不會都不要打 等一下就會要打 這樣 一開始就是牽著你的手 先做一些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說 這個 我這個程式筆記的第三段叫基本結構 我們剛剛講的是資料種類 對嗎 這些東西我們叫資料種類 Integer Numeric Booling Character Date 這些是Data Type 那我們現在要講資料結構 那我講過 R最基礎的資料結構叫做Vector 其實我們剛剛講 我們這裡面不是Vector 裡面都只有一個值嗎 對吧 一個值它就是長度為1的Vector 基本上它也是Vector 只不過它長度是1而已 那接下來我們真的定義一些Vector 照說通常Vector都是 有一定的長度 對吧 不會就只有一個Element 現在我們現在 假設我們現在要研究人 那我們要研究人 他 假設他是一個顧客好了 因為自己是做行銷 這個東西對我最Sensitive 那Numeric 我通常會 因為這個取名字 我 你如果看過影片 對吧 這個名字是你隨便取的 你說什麼它就是什麼 對不對 那 那 那取名字有一個重點 對剛寫程式的人我要再提醒大家一下 不要取很長的名字 其實基本上在捏帶你自己 OK 然後 能夠短一點就短一點 那 NO 意思是說買了多少次 對不對 Number of by 那我如果前面打個NO的話 通常就是Number of 的意思 OK 所以你自己會 養成你自己取名字的習慣 這樣 好嗎 我盡量想辦法取短一點 名字長了 你一定會很難過這樣 尤其是你剛寫程式 那你拚錯 你也不知道你拚錯 你知道嗎 你打這樣 然後找不到bug在哪裡 會非常痛苦 所以可以的話 XYZ這樣 就用 假設沒有 那種暫存性的變數 不要 然後暫存性的變數 盡量重複使用 不然會怎樣 不然你等一下這邊物件區 就有一堆東西在這裡 你自己要找一個東西 就找不到它在哪邊 然後你會越來越難取名字 因為你很怕會撞到這裡面有的名字 所以取名字其實是個大學問 孔子有講過啊 孔子 雖然他沒有學掛 他說 必也正名乎 你啊 名不正會人 你也言不順你知道嗎 你名字取不好 什麼語言都講不順 你知道嗎 對吧 所以 層次語言更是這樣 你名字取不好 什麼語言都寫不好 那 好那 你看這一段 那他基本上就是在定義三個物件 對吧 No.5 是一個 整數向量 長度為5 是吧 HIGH 是數值向量 整數的話 在R裡面打整數後面要加一個大L 這樣他才會變整數 這樣 否則他會幫你當作數值這樣 我再講一遍 在R裡面你要打整數你要打 後面要打一個大L 沒有為什麼他就是這樣這樣 然後 呃 他才會把你當整數 不然他會把你當數值 不過事實上在R裡面 數值跟整數通常都會混合用 所以一般你不太需要注意這個這樣 然後 然後 所以整數啊 數值啊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你看這個is male 是說這個人是不是男生 對吧 是男生他就是true 不是男生他就是false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邏輯向量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一段code 我們定義了三個 呃 基本值的向量 好 然後 定義了他們之後 然後 你就會看到對吧 在這一邊這樣 在這邊 呃 其實這邊有一個動作我可以教大家 大家看到這裡有個掃把對不對 你說按這個掃把他會把這裡清掉 這樣子 ok 對吧 那假設你做到這邊 前面的東西你不要的話 你可以先把它清了這樣 他會問你are you sure 那你說yes 那他就會清光 那清光之後 呃 我們只要再執行一下這幾行 欸 他就 對吧 這樣就清爽多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再來弄一個自竄向量 對不對 叫做 Name 人民 對不對 那再來 你看我們現在定義類別向量 類別向量 類別向量長得跟 自竄向量很像 對吧 他基本上這裡頭是一個自竄的向量 欸 然後你外面還要加一個factor 這樣他就會變成是 類別這樣子 ok 在r裡面 類別叫factor 這樣 好所以你定義了gender是性別 對吧 然後skin color就是 呃 膚色 所以各位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定義了這個gender Gender 他說他是一個factor of two level 類別裡面 最重要的觀念就是 因為性別嘛 他就男女兩種 對不對 所以你看 你看這邊 他的寫法跟別人不一樣 對不對 是嗎 他跟這些 numeric logical character不一樣 是嗎 他會說他是一個factor 然後這個factor他就有分類 對吧 他多長是一回事 他有多少類是另外一回事 對不對 那通常我會叫每一種分類叫一個分類 這樣一個category 這樣 然後所以 那你看膚色他就有三個label 分 膚色這個向量的長度是5 對吧 對不對 那但是這個向量呢 他是一個類別向量 這種類別有三類的 把這些語言講順了 那接下來就 比較好 各位 已經會R的同學 今天可能就是要稍微抱歉一點 因為我們其實有一半多的人 是沒有我學過R的 我們必須要 走過這個路這樣子 好 這邊會看到 各位看到一些 長起來很奇怪的 這些馬 對嗎 其實你看這邊他打出來像什麼樣 這個我們來看這裡 你看啊 其實剛剛那些看起來很奇怪的 其實是要 是要做這個效果而已 對吧 我意思是說我其實只是想 在哪裡啊 我其實只是想畫一個燈泡 然後提醒大家 這裡是 呃 說 呃 我要怎麼講 我意思是說 其實這一段 其實它是個註解 你如果只寫這樣的話 你如果只寫這樣的話 也沒關係 我意思是說你如果只寫這樣 那麼 它基本上就是 它打在你的這個 這個馬當上就是一行字而已 對不對 然後你看到 現在你看到的這些 夾在這種 像這種 像這種東西這樣 用兩個這個大小括號刮起來的這種 這種東西 我們在馬當天叫做 Tag Tag 是標籤的意思 這些標籤就是在設定格式啊 設定字型啊 然後你要貼一個圖啦 你要幹嘛用的這樣 對吧 那各位 所以 通常這個就是看人家用 你覺得好你就把它抄來 原則上就是這樣子 對吧 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學問 這樣 那你都不要放 也都不會怎樣 OK 所以各位看到這樣 像這個VR這個標籤 其實就是換行的意思 這樣 然後這個 span 其實它就是要畫那個燈泡 這樣 這段東西就畫燈泡 所以你現在知道這東西 會畫一個燈泡 來 所以下一次你想畫一個燈泡 你就可以把這東西貼過去 它在那裡就會畫一個燈泡 這樣 來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講第四個部分 好那我們 講到D這一邊 那接下來的話我 原則上就是 就會把節奏弄快一點 剛開始帶大家做一下 所以 我剛剛講過說 有一個概念大家會很confused 就是 資料的鎖印 對不對 什麼叫資料的鎖印 就是說你有一個資料 它其實是 好比像一個向量 你的向量裡面每一個元件 如果我要 我要去操作這個向量裡面的每一個元件 我就需要一個鎖印 我才有辦法鎖印到它 那個我要的元件 所以 是這樣的話 所以 這個就是鎖印的意思 其實是這樣的 那 那這個 鎖印的寫法是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剛剛我們講 Number of By 剛剛我們定義這Number of By 它是 它是一個長度為5的整數向量 對吧 那假設我現在想要 想要看第一個跟第5個人 到底買了多少個 對吧 我的打法就是這樣 是吧 這一種鎖印我們叫做整數向量鎖印 在R裡面鎖印基本上有兩種做法 第一個的話 你告訴它是第幾個這樣 這是最簡單的鎖印啊 第一個跟第5個 那另外一個比較 這個寫法是 第二個到第4個 就是說 中間加個冒號的這種寫法 所以這一行它會打出第一個跟第5個 這一行它會打出第二個跟第4個 第二到第4個 二三十這樣 看到嗎 它就會找出來這樣 對吧 所以這個動作叫鎖印 然後第一種鎖印是比較 大家比較 容易懂的就是 你就是告訴它你要哪幾個位置 對不對 那位置本身是什麼 這幾個位置它本身也是一個向量 對不對 所以這種整數鎖印 整數向量鎖印它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向量 是一個整數向量 你可以用整數向量來做鎖印 這是第一種鎖印的方式 在這種整數向量裡面呢 它就是它的位置 你在講你要的那個element的position 那再來 事實上你也可以先把這個鎖印定義在一個變數裡面 然後再把 再用這個變數去做鎖印 好比說我要看看第一個到第三個人 還有第五個人 一至三到第五個人 你可以寫成這樣 對不對 這個 這個運算是它是一二三五個意思這樣 對不對 然後 然後你先定義它把它放在i裡面 然後你再用i去做鎖印 這樣也可以 對不對 另外一座 然後 其實在r裡面 我們比較常用的並不是 算第幾個這樣 通常我們都是用這種 邏輯向量鎖印這樣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在這個 中括號裡面 鎖印它是用中括號 在r裡面做鎖印做中括號 你可以在這個 需要鎖印的地方 放一串 邏輯向量 這樣 對吧 那這一串邏輯向量的長度 一定要跟這個 本來就是你要 被鎖印的那個向量一樣長這樣 因為我們剛剛定義的 這每一枚的向量都是5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要用邏輯向量去做鎖印的話 這個邏輯向量也要是 長度也要是5這樣 所以這是另外一種選法 剛剛是選第幾個 現在等於就是 每一個你挑要不要這樣 對不對 所以這一種鎖印方法 我們叫做邏輯向量鎖印 邏輯向量鎖印在r裡面 非常重要這樣 OK 我們這一週的所有作業 基本上都在做這個而已 為什麼邏輯向量鎖印很重要 我現在想要看看 底下我們來看看 假設我現在想要用 我想要看所有女生的名字 好不好 這樣各位 我要看所有女生的名字 你看我的做法是什麼 因為 因為這 我們剛剛定義 這是 這是那5個人的名字對不對 然後 is male 因為 Gender Gender有 male跟female 對吧 所以我說 這個等於等於的意思是說 我執行這行給大家看 執行這行的意思是說 我要去看Gender這個 它本身是一個 Factor 它基本上是一個類別項量 對不對 我要找這個類別 看它是不是等於這個類別 這樣 所以你看它 它執行出來的話 會是 一個邏輯的項量對不對 所以通常你都是用一個邏輯運算去 測試某一件事這樣 用這個測試的結果來做選擇這樣 在這個case裡面 我們在測試它是不是 它的Gender是不是 female 或者說我可以放一個另外的東西 我說 它的 那這樣是什麼意思 這樣就變成我要列出 身高大於170人的人這樣 你看到了嗎 其實我說 這一種邏輯 邏輯向量的縮影 在R裡面是非常重要的 初開始學現成事的時候 這種東西學得好 那就已經可以做很多事了 光靠這個你就可以做很多事 好比說你要回答這件問題 你用這樣就可以回答了 對吧 是嗎 我們在做一些練習底下 這個練習我就希望是 大家所有的人都可以做一下 你可以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我先把這個關掉 OK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練習 那碰到這個練習的時候 我就是要你們去做一件事 對不對 你們自己要幹嘛呢 你們可以在這裡啊 我說 你如果想要開一個可以運算的這個盒子的話 在R裡面的話 你可以這樣 你可以在這邊 這邊有個叫insert對不對 你可以insert一個R 這樣 我會說你要開一個那個寫程式的 你可以這樣做 不過我通常都是按Ctrl-I 然後 欸對不起 Ctrl-Alternet-I這樣 在PC裡面是Ctrl-Alternet-I 可是我不知道 Mac裡面是什麼 應該也有一個類似這樣子的 showcard這樣 那你找不到這個showcard你就按這邊 你要插一格這個你先插 然後我要你 我要 你們 這一週的第一個個人作業就是 要回答這些問題 你這樣一路做到這邊的時候 你應該要知道 所有男生的名字怎麼打 身高到180人的人的名字是什麼 身高到180cm的黃種人的名字是什麼 這一邊的話 他基本上是在做選擇這樣 對不對 可是有的時候你看 男生的平均身高是多少 女生總共買了多少次 來 白種女生總共有多少人 這幾個問題你只要會用所有 你只要會用一些簡單的這個 function 你應該就都做得出來 OK 好 那 好比說我現在想要知道 女生總共買了多少次 我應該要怎麼打 我做一個給你們看 那 買了多少次是在哪裡 是在 Number of Buy裡面 對不對 是嗎 對吧 所以 我怎麼樣從Number of Buy裡面算出來 白種女生總共 欸對不起 女生總共買了多少次呢 我首先要把 女生的Number of Buy找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是怎麼打的 我是Number of Buy 然後裡面我選擇 我會簡直說 有兩個學法 因為現在我們性別有兩個變數 一個是Gender 一個是Ismael 對不對 Ismael是是男生 對不對 那我們就說 那如果不是男生呢 就是女生 是不是這樣 OK 所以你看 Ismael這個expression 然後前面加一個驚嘆號 就是negation的意思 就是這個邏輯的反轉 那 這個expression 它自己本身是一個 邏輯向量 right 所以你現在是用邏輯向量 鎖引去鎖引Number of Buy right 對嗎 那你鎖引完了Number of Buy之後呢 要把它加起來吧 因為它問你總共多少次 對不對 是吧 所以你看 我如果做這樣的話 它事實上是 三一對不對 它會把這個女生 跟這個女生的 購買次數 弄出來 變成一個向量 那你現在要把它加起來 我現在 我現在是問你 它的 它的這個 它總共多少次 對不對 所以你要用 剛剛有學過一個方式 叫做sum 對不對 我帶大家做這個好了 對吧 所以白種女生 對不起 女生總共買了 四次 這樣 男生的平均身高呢 這時候你就要想說 怎麼打呢 就是 其實我 我們下一節應該讓同組人 坐在一起 就是 因為有的有用過 有的沒用過 會用過R的 你應該要會寫 可是也不一定 對不對 對 有人又很久 好比說我現在問你 白種女生總共有多少人 類似這樣 你寫得出來嗎 事實上 我有看過一些 一些二年級的同學 他現在還是 臉上出現猶豫 這樣 那 這些東西沒有別的層次啦 非常簡單 就是 一行指令就寫出來的東西 那 這個就是R的威力 對不對 光靠索引你就可以做很多事 這樣 那 我 時間關係我就不再做 太多的 太多的這個講解了 就這個 當做你們這一次的這個個人作業 就是說 今天 派給大家有一個個人作業 是你們每個人要把 我這裡面好像有兩三段的 這裡有一段練習對不對 你這段練習的話 你要把答案打出來 然後寫在這裡這樣 然後 我說 好比你 寫的第一題是這樣 那 你把答案寫在這裡之後 你只要按一次這個night 你寫的這個答案就會被 對吧 他這邊做完之後呢 他就會 就會被做成網頁 然後你就可以在網頁裡面看到你自己的答案了 對不對 對吧 這是我們剛剛打進去的那個 我們打進去的call 這是那個call執行的結果 是吧 對吧 你們就是用這種方式去回答我要你們做的問題 對 然後把做好的東西做成網頁 然後 然後把它送到這個unit2這裡面 有一個第二單元個人作業 看到了嗎 那你們要把你們的作業 因為現在這是 這個是 R語言簡介 對吧 把你們做好的東西 一樣 像跟上次一樣 就是 弄一個 就是 因為現在這個課堂筆記的名字叫做這樣對不對 你在前面用你的中文名字 然後加一個底線 然後 就是說把HTML 取成這個名字這樣 你在 你在RDuel裡面 你的knight完了之後 你的file這裡啊 會出現一個 HTML的file 對不對 把這個file的file裡面 前面加上你自己的中文名字 對吧 然後把它放到 這邊來 放到 這裡面來這樣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了嗎 聽得懂嗎 聽不懂 舉手一下 好我再講一遍 就說 我現在的作業是 出成這樣 就是 你看我們的這個 網頁裡面有一些部分是 叫練習 對吧 那練習問了你一些問題啊 好那你怎麼回答這些問題呢 你基本上是要在這個練習底下 開一個這個 我說用這樣 你開一個這個 層次的 box 對吧 把答案寫在裡面 這邊有六題嘛 原則上面應該就是有六個 這樣子 那你寫完了答案之後 你可以執行一下看答案對不對 你說覺得是對了 來 然後你就可以 不需要寫一題 耐得一次啊 對不對 比如說 寫到底了 對不對 等一下還有另外一節一個問題 對不對 兩個都寫完了 然後你耐得一下 你耐得完之後 會跑出來一個叫做 呃 就是這個檔案 unit02a.html這個檔案 來 把這個檔案的前面喔 把檔名前面加上你的總文名稱 然後加一個底線這樣 這樣 這樣知道嗎 然後把這個檔案喔 把它 丟到 我的這個folder來這樣 OK 那 這是 今天的第一個個人主題 你會用R的應該很快就寫完了 對不對 想看看要怎麼寫這樣 那 所以你看 這個東西是一個 物件 對不對 這個東西是一個 運算符號 這個東西又是另外一個物件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事實上是這樣 現在用物件的運算 做鎖引 去鎖引另外一個物件 是嗎 對吧 然後把鎖引出來的東西 把它加裝起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這樣就是寫程式 對吧 就是寫程式 那 那一開始的時候你要多習慣這個 然後你就會 做得越來越好了 那 運算符號其實是 其實反倒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先看一下運算符號這邊的東西 我說鎖引其實才是難的 運算符號其實是相對簡單的 對不對 我剛講過嘛 我說其實 其實早期的R主要目的就是要簡化相量運算 這樣 所以 適則運算跟內建的大部分 在相量上面就是非常直覺的想法 1234乘以10 基本上就是第一個乘第一個 第二個乘第一個 第三個乘這樣 所以相量乘相量出來的結果會是相量 對不對 他不會自動把它 對吧 一個乘一個乘完 他本來兩個多長 他現在就多長 對不對 就這樣 那 在R裡面連續的整數可以寫成這樣 剛剛各位已經看過 我要想1到6可以寫成這樣 你也可以從-3到3也可以 你寫這樣 -2到3這樣 他基本上會-2 因為只要是整數你都可以這樣做 這個 其實這種R就是 你們的年紀可能沒有經過那種420的年代 那個年代的層次語言是非常非常 死板的這樣 你要寫這樣其實還蠻累的這樣 所以R其實是我們之前在Bail Lab的時候 他就是 我們說他是給懶人用的那種語言 他可以讓你少寫一個字 他會發明一些讓你可以少擋一些字的東西 你要這樣子去想他 那 另外的話就是 次方的運算 因為加減乘除就是大家應該都知道 那他要打次方的話是用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英文叫做Hat這樣子 然後你看喔 現在我的底 是10對吧 可是我的指數是-2到3 這樣做起來會變怎樣 做看看對不對 做看看 看到了嗎 他事實上是 因為這個底只有一個 可是他的這個 指數有6個對吧 所以他會 他會 這個事實上就是10的-2 這個是10的-1 然後這是10的0次方 就1對不對 然後 10的1次2次3次 看到了嗎 OK 所以他基本上把所有東西變成向量來算 然後 然後這邊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喔 那萬一向量不一樣長呢 會發生什麼事這樣 那 向量不一樣長 照以往的那種 舊的程式員 他就跟你講error 這樣 啊 不會這樣 他會 硬幫你算出來這樣 那怎麼樣硬幫你算出來 他這邊不是4個 這邊只有2個 那怎麼儲 一個儲一個要怎麼儲 他這邊用完他就會重複使用這樣 我意思是說 他是第一個儲10 第二個儲20 第三個已經沒有了 對不對 300他會再儲10 然後400他會再儲20 不行你看 他基本上會這樣 他會硬幫你算出來這樣 你甚至 呃 你 儲一個當然比較簡單 儲一個當然就是每個人都儲10 這樣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 那是1 2 3 4 5 6 7 8 這邊有8個啊 這邊有3個啊會怎樣 他還儲不進 我說重複的時候還儲不進 他一樣也是算 就最後那一次 儲不進了就算了這樣 對 意思是說 你用R 用向量運算的時候 他基本上都把你當作向量在算 那 不一樣長 他會想辦法湊到一樣長 這樣子 那如果你不是 你如果打錯了 你會以為你打對這樣 我應該怎麼講比較好 意思是說 用R的好處是 就是 他好像很聰明 他都會 幫你改 可是有時候他 會犯那種很愚蠢的錯誤 這樣子 對不對齁 你打錯了你自己不太容易看出來這樣 就是這種語言恐怖的地方這樣 對吧 如果你打錯就錯錯 然後說你就知道錯 你少打一個 人都會 是嗎 可是在R裡面 你少打一個 他也會做 做完還有答案這樣子 只是你會看出來答案怪怪的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說R它基本上是一個 互動式的 分析環境 意思就是說 在R裡面你寫程式 你不是寫一長串 然後再來跑這樣 你通常都是寫一行 跑一行 寫一行 看結果 我說他 他會試著 你不管給他什麼 他都算出來這樣子 對不對齁 所以你就要看 你要 寫 寫完一行之後 馬上看他算出來 合不合理這樣 對吧 假如你看到一個不合理的東西 你就要 趕快去禮拜 意思就是說 他盡量幫你 cover你可能犯的錯誤 你有錯誤 你要自己看得出來這樣 對吧齁 這是這個語言 他的強處跟 應該說有好有壞 他的好處 壞處是這樣 所以項量大概就是 是這樣 接下來這個 在R裡面 他有兩種 我們說這是一個 我們假設想要把 等號的 右邊這個 運算式的結果 把它放到 等號的左邊的這個 物件名稱裡面來 對不對齁 這個很直覺啊 這跟我們一般人的想法差不多 可是R有另外一個寫法 是寫成這樣 等號跟 在R裡面等號跟這個 小余減這個符號是 我說你打這樣跟打等號是一樣 對不對齁 那 現在已經漸漸大家都 改打等號 那個小余減是 最早最早的時候 的一個慣例這樣 慣例 在語言裡面 它就會卡住這樣 到現在還有很多人用 好啦 所以這個 這個等號其實 就是 所以 要注意一下 這個等號跟等於等於是不一樣的 我們剛剛不是打過一個這個東西嗎 呃 我假設想要測試一下說 呃 身高大於 180的人的名字 那我會打成這樣對不對 我會打成 man man 然後這裡 欸對不起 我說錯 我說我現在要打出 黑人的名字這樣 那我就要打怎麼樣 skin color 等於等於 我現在要提醒大家的是這樣 你這裡面你是兩個 打兩個等於不是一個等於對不對 是嗎齁 我們要做邏輯測試的時候 其實 這個等於跟這個等於不一樣 它意思是不相同的對不對 兩個等於連在一起 它是要測試 這個東西跟這個有沒有等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邏輯運算 是嗎 這個寫法它其實是一個邏輯的運算 這個寫法它其實是assignment 它不是邏輯運算 它是要把這一邊的這個 呃 這個物件啊 把它assign到 另外那邊的那個名字裡面去這樣 這樣各位聽懂我的意思嗎 齁 在裡面等於跟等於等於是不一樣的 這是剛寫R的人會 呃 常犯這種錯誤 不要說剛寫R 有時候我自己忘記 我也會打成這樣 很容易犯著一個錯誤 應該這樣講 這個語言裡面 然後我們剛剛講到 有什麼東西叫功能 對嗎齁 我說 一開始我們不是做了這個例子嗎 我們把機率乘以報長 然後 這兩個項量乘完之後 還是一個項量 然後我要把它加起來 你要把一個項量加起來 那你可以用sum對不對 所以這個sum就是一個 我要先定義它 對吧 剛剛沒有定義這個就跑這一行 它就會告訴你沒有定義這樣 對不對齁 所以我在這裡先定義它 然後接下來我就可以這樣做 OK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去算它 這種東西就叫做功能這樣 它叫方選 那你有時候看書它會 它會說這個叫函數這樣子 我會盡可能的叫它功能 不要叫它函數 因為你叫它函數之後 等一下我們開始叫機率的時候 就會跟機率分佈函數 conflict很厲害這樣子 所以我通常自己把它叫功能 OK 好 然後通常這種 R裡面有很多內建的功能啦 像是sum就是加 然後square root就是開根號 對不對齁 這好像 對啊 假如1到9我們開根號就變這樣 對吧 那我們使用功能有 有幾個重要的這個 使用功能有幾個重要的事情要注意 就是說啊 首先當然是 名稱 就是說 因為功能 功能通常都有很多很多的參數這樣 那 通常第一個參數就是最重要的參數這樣 好比說 square root這個功能 它有1到9 我們看另外一個功能 好比說log這樣 log的第一個參數是1000 所以它就會用1000去開 取對數 應該這樣講 然後 欸 你看到了嗎 1000取對數它是6.9 我用100好了 100比較容易看 100你如果取log 應該等於2 對不對 可是它不是 對不對 我說你100取log 它不是等於2嗎 對不對 它不是 為什麼 因為在r裡面 它log的預設 預設的底 是那個自然對數的底 這樣 OK 你如果想要 用10底 你要把10打在這裡 這樣 這樣它才會是2 這樣 那你說 哇 那我怎麼記得住啊 那個功能那麼多 參數那麼多 對不對 這個時候我就說 你這個線上求助就很重要 你在r裡面 你任何一個參數名稱 你只要 你只要把游標放在他身上 按F1 你基本上就會看到他的 線上求助 這樣 在線上求助上面 它就會告訴你說 喔 log裡面它是怎麼樣 你看 log有好幾種寫法 你可以寫log 然後bass是多少 這樣 然後你可以寫log 然後 這個exponential就是自然對數的意思 OK 所以它 你看 它 它這個 它這個第一個參數叫x 第二個參數叫bass 那x就是你要取對數的那個東西 它可以是一個向量 對不對 是一個單值也可以是一個向量 然後 這個就是那個log的底 對不對 如果你不給它底 它 預設的底 就是exponential1 對不對 exponential1就是自然向量的那個1 對不對 就是那個3點多的那個東西這樣 對不起2.7 記錯了 那 呃 所以 原則上你可以 可以這樣 用這個方法去看說 Function裡面 大概應該要帶多少個參數這樣 那你帶參數的話有 呃 你給參數有很多種寫法啊 第一種寫法就是 呃 你不寫 當然它就會有預設值這樣 那 當然第一個東西通常不能有預設值 對不對 所以你就一定要給這樣子 然後 你知道它第二個 第二個變數是Bass 然後 你其實 不需要 你有另外一個打法是把Bass也打進去這樣 等於 死 假如這樣打得更清楚一點 你可以這樣打 這樣打也可以 這樣打也可以這樣 對 呃 所以你可以 呃 用位置來給參數 你也可以用名字來給參數 也可以混的用 其實 用習慣的就知道了這樣 OK 然後你要知道有多少參數 原則上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按這個 按F1 你就會在這邊看到這樣 那 我們呼叫功能的時候 有時候會想要連續呼叫功能 好比說 我現在如果做這個動作叫Square root 1到9 這樣 那 基本上它就會把Square root 1到9 那假設我現在還要 好比說我要取 小數點下兩位就好這樣 對不對 run的意思是 呃 做 四捨五路的意思 就是 呃 取小數點下兩位這樣 OK 所以你看我要把 好多了之後會 搞不清楚哪一個括號在哪一個括號 這樣子 還蠻難看的這樣 所以 所以有一個比較容易的寫法是這樣 就是說 你其實是可以把這一塊把它抽到這邊 你可以說 因為你的 人是 你是這樣想的嗎 然後我要把1到9千取的 根號 然後我要 我要做一個這個 呃 取兩位小數對不對 取兩位小數的話 你就可以把 意思就是說你可以把這一塊寫到這邊 然後 後面這個寫到後面 然後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種 這個符號叫做 管線運算符號 意思是說 它其實 這個運算符號的意思 就是把這一塊 拿來當作這個功能的第一個參數 我再講一遍 管線符號的意思是什麼 它是把 管線之前的這個物件 拿來當作管線之後這個 function 的第一個參數 這樣 那這樣的結果你就可以一直扣下去對不對 你可能還可以再做一個什麼 呃 你可以 你可以 後面再 再做很多很多 呃 其他的這個運算 我們 我們 往下做的時候就碰到這個例子的時候再講這件事 好了 大家先知道有管線這一回事 避免我們 因為 因為 不然 function code會潮到太多層 你會很難過 好 然後 接下來我們要來講資料框了 各位我們現在 剛剛我們現在定義成的這些 我們剛剛定義的物件基本上都是項量對不對 是嗎 那我剛剛跟大家講過資料框是什麼呢 它基本上其實就是 各種不同項量的一個組合 對吧 你把這個不同的項量把它擺在一起 那因為我們剛剛那些項量長的都是5嘛 對不對 所以它們可以被結合成一個資料框 那你把它結合成一個資料框之後 你把DF打出來看 你看這個資料框就長這樣 它很容易觀察對不對 這是 number of bytes 這是high 這是is male 這是name 是gender 是skin color這樣 所以資料框是一個 儲存個整理 整理資料的時候很好用的一種資料結構這樣 然後 方便篩選 對不對 假設我們現在想要選出這裡面是黑人男生 對吧 我要選黑人男生 它其實有一個寫法是寫什麼這樣 subset 然後DF就是我們剛剛定義的這個資料框 對不對 你把你要的條件寫在這個subset裡面 它就會找出來符合這個條件的這些資料 你看到嗎 對不對 它會去做這個 它會做這個運算式 這運算式的前面是什麼 is male本身是一個邏輯向量 skin color等於black 是另外一個邏輯向量 對不對 然後這是end 對吧 這看也知道 就是 這兩個條件都符合它就是true 要不然它就是false 對不對 所以這一整個它基本上就是一個邏輯向量 對不對 你用這個邏輯向量去選擇dm 你就會選擇到它的地基 等於就是地基筆資料這樣子 然後 其實也方便統計 好比說我想要看看說 所有的人的這個 命的話是平均值的意思 命是平均值 所以想要看所有人的平均值 那它就是寫成這樣 對吧 然後 事實上 如果我現在想要看 那男生跟女生的平均值呢 這個叫做分類做平均 對吧 我要分類取平均 對不對 我們下一節開始 我們就來講這件事了 現在我們已經講到資料框了 基本的東西我們已經講完了 對不對 假設現在我們手上拿到一個資料框 我們怎麼樣拿這個資料框來做事情 對不對 你只要會索引 你只要會用那個 顏量的這個運算 你只要會做四則運算 然後扣一些簡單的方式 像是 平均值啊 最大值啊 最小值啊 對吧 加總啊 對吧 這些我們講說簡單統計量 光是靠索引跟簡單統計量 跟這個邏輯運算 其實你就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了 好嗎 我們現在如果下課的話 我們還是下課一下對不對 可能需要去一下廁所這樣 我們二十五分回來 好嗎 事實上有這個就可以了 有這個就可以嗎 所以是他們自己沒有裝好品牌 欸 照說不需要 有這個就可以不需要聽牌 好 我知道現在大家可能 在裝機的環境上面有一些問題 對不對 那 其實你們現在碰到這些問題 基本上 你們現在碰到這些問題 基本上都不是程式上面的問題 就是環境啊 裝套件啊之類的 那這些東西就是在不一樣的電腦 它就是會有不一樣的障礙這樣子 那 我也好 助教也好 大家通常都沒有辦法 立刻就幫你處理這樣 所以你如果碰到這樣的問題的話 就是 等一下我說 等一下會下課之後再幫大家處理 先跟旁邊的人做一下啊 這樣子 好不好 好 這個事情是 一開始大家用R的時候會碰到的啦 就是說你 你的環境可能 裝的時候有什麼問題啊 什麼東西沒有裝到啦 那 前面的一兩週 我們在每一班都會這樣 這樣子 都是會 有這種 大家環境上缺著缺那的問題 這樣子 然後過了之後就會變好了這樣 先不要緊張 好啦 那我們現在已經弄完了第一個講義 就是說我的第一個講義 講完了資料框 那 對不起應該講說我們上一節講完了這個資料框的 G的這個單元 我們現在從H這裡繼續往下去做 那 剛剛我們講過說鎖影很重要對不對 然後資料框的鎖影真的非常多種 你看因為資料框它是一個 Dimension 2 它其實是一個二維的資料結構 對吧 它不像Vector就是只有 一維這樣 所以 所以你可以想見說 當我們用這個中括號來做 對資料框做鎖影的時候 它會需要兩個index 對吧 痘點之前的呢 就是Record的index 對吧 就是記錄的index 痘點之後的呢 它就是那個 藍位的index 這樣 所以如果這樣寫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選擇第一筆第二筆資料 他們的第二跟第三個欄位這樣 聽懂我的意思了嗎 因為資料框是一個二維的資料結構 所以我們大家對它做鎖影的時候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兩個鎖影 對吧 一個來鎖影 到底要拿幾筆資料 另外一個來鎖影 我要拿幾個欄位這樣 是嗎 所以它需要兩個鎖影 所以在這個中括號裡面 有一個痘點 痘點的前面是 那個記錄的鎖影 痘點的後面是欄位的鎖影 欄位也有第幾個嘛 對不對 然後 記錄也有第幾筆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話就是我要看 我要選第一跟第二筆資料的 第二跟第三欄位這樣 ok 然後 有另外一種鎖影叫做空鎖影 意思是說 痘點後面你整個放空的 這樣的意思是 所有的欄位我都要 空鎖影就是全部都來的意思 ok 你當然也可以 前面放空的 就是所有的breaker我都要 這樣子 你當然不會兩個都放空 兩個都放空你就直接打df就好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一樣 你也可以用邏輯相量做鎖影 ok 好比說我現在想要選一下說這個 高度小於175而且是男生的這些人 也就是說 身高小於175的男生 前面這個 這一段是這樣 對不對 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邏輯運算 對吧 所以這個邏輯運算算出來 它會變成是一個 邏輯相量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邏輯相量鎖影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用這樣子做鎖影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是在挑選我們 我們用我們這個 研究單位的屬性 的條件 來選擇他們 對不對 因為 身高是人的身高嘛 然後性別是人的性別 是吧 我們只要把 選擇條件寫在 前面當鎖影 我們就可以選出這些 record來 對吧 那選出record 你如果後面放空的 他會把這個 這個人的所有資料 整筆record都打出來 所有欄位 你如果只是 只對其中某一個 只對其中某一個欄位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欄位名稱寫在這裡 注意一下你欄位名稱寫在這裡的話 要加那個 要加那個 雙引號這樣子 單引號也可以 在R裡面單引號雙引號是一樣的意思 但是 兩邊要一樣就是了 好 所以 智串 智串的話其實也可以是一個向量 這樣 好比說你可以 寫成這樣 對不對 這個就是所謂的智串向量 那 呃 另外它其實有一種所謂的叫做 單欄位的這個 呃 單欄位符號應該這樣說 就是這個 呃 金錢的符號這樣子 OK 那 我們知道DF是一個DataFrame對不對 假設我們現在要看這個DataFrame裡面的Name DataFrame裡面的Name是什麼東西 我們如果把DF打出來看 在 在你在這個Console裡面 你按這個DF旁邊這裡 你只要按一下它會把它打在這裡給你看這樣 所以 所以 我現在 打 DF 那基本上我是在選這一行的意思 對不對 OK 意思是說 有另外一個寫法可以寫成金錢符號 然後後面直接加藍位名稱這樣 對不對 我說你這樣的話 那它基本上是人民這樣 那用我們剛剛的想法你也可以寫成這樣 這樣它也是人民這樣 所以你現在就會覺得很奇怪 一個東西為什麼很多東西 可是語言就是這樣對不對 語言就是同一個東西那可以有很多種不一樣的講法這樣 然後你會發現 這一些彈性就是 當你在用它來解決事情的時候會給你很多好處 這你在用到的時候你才會體會這樣 OK 我覺得你現在其實也不要硬去記說 哇那我現在有這麼多種縮印 我一定要記住了然後才幹嘛這樣子 你只要知道現在有這麼多種東西對吧 有這麼多種東西這樣 我說 你說你可以用中國號做索引 你也可以用subset做索引這樣 用subset做索引的時候 你基本上的寫法就是 其實這個寫法跟這個寫法它就是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在逗點前面的條件這樣 對吧 然後 你寫成這樣的話是說 我要小175的男生的名字這樣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寫法跟我們剛剛寫 這樣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這樣 subset跟這種寫法 其實它們是對應的 這裡面的每一個大概 原則上就是都有另外一個寫法 這樣子 那這種寫法 你說我現在去記它就沒有必要 也沒有道理 你知道說這個東西現在是 它在做索引 當我在用中括號 當我在用subset的時候 我是在做索引 OK 我要選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有什麼工具可以用這樣就好了這樣 那麼在這個禮拜有出下去的作業 大家做練習的時候 你就有非常多機會要用這個東西這樣 對嗎 那 我們底下看一下 這個基本上就我剛剛講過 其實我已經把它打進來看對不對 這是 要選第一跟第二筆資料的第二跟第三個欄位 對吧 你用 你用這邊來看的話 他就要選第一跟第二筆資料的第二跟第三個欄位 等於就是要選 好像沒有辦法講 要選這四個東西的意思 基本上是這個意思 那你如果 你看你可以寫這樣 你就是只選第一跟第二筆資料 他會把所有欄位都打出來 對不對 你打這樣的話就是 符合這個條件的所有的紀錄 然後 你打這樣的話就是符合這個條件的人的名字 是嗎 然後 我說有另外一個寫法是你可以把 咦?剛剛是打到哪裡去了 這裡是嗎 那你看這一邊的話就是幹嘛 他就是 你看他名字可以寫在這裡 也可以把這個名字拉到前面去寫在前字號的背後 對不對 其實這兩行字一樣的意思 我要選小於175的男生的人的名字 你可以寫成這樣 你也可以寫成這樣 那 你也可以寫成這樣 其實 對不起 這是另外一件事 你也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對不對 我要選這個 小於175的男生的人的名字 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個subset 對 他一樣是列兩個人的名字出來 這樣 是嗎 所以事實上 這種subset跟indexing 它其實有很多彈性可以選這樣 然後通常都是 一開始的時候你 一開始學R的人通常就只會用一兩種 然後他就硬要用 一直用那一兩種這樣子 用到有一天你覺得 這地方其實應該可以用另外一種 那時候你就會發展出另外一種 就像小孩一起學講話 他一開始沒有太多文法 這樣子 然後他 他沒有太多文法 他就沒有辦法講出太 太漂亮的話 這樣子 漸漸漸漸的你在學習的過程之中 你就會知道說哪一種情境 用哪一種語法比較容易 好啊 那這邊有一個練習 就是說 這個練習 我不是要你們寫成次 我是要你們看這些程式在幹什麼 這樣 我再講一遍 這個練習 也是你們的作業對不對 然後 這個作業code 我已經幫你們寫出來 我說程式我已經幫你寫好 我要你們去解釋這個程式在幹嘛 好比說第一行是打這個 這是什麼意思這樣 你的答案就應該是講說 因為他這邊是說 前面是DF name對不對 後面是 這個中國號裡面是DF is male 對吧 所以他基本上是想要打出所有的男生的名字 是吧 所以你們要做什麼呢 你們現在要做的是 在 在你們這個 這裡面 把答案寫出來 這樣 因為這是他最下面的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是在問你說這段程式是什麼意思 這樣 對吧 所以你當然可以執行這段程式 那 你可以把答案寫在下面 這樣 直接就用中文打在這裡就好 或者英文打在這裡就好 對不對 好比說 我打中文很慢我打英文好了 對吧 對吧 齁 就是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一行是什麼 用一句話來講說這一段是什麼 身高大於180的人的人民對不對 是嗎 是嗎 你可以打出來然後解釋一下這是什麼 這樣 對吧 所以只有一個人 他是Danny 然後 底下會有一些別的 好比說這個呢 有一些 看起來不是那麼容易看的這樣子 對吧 好比說像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 這個你看 你怎麼看這個啊 你先執行一下看看他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4 這樣 對吧 那 那這是什麼 這個4是什麼 這是我要問你們 那 因為他是sum 所以這 你如果不知道 一開始太複雜 你看不出來的話 你可以先看一下這裡面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是嗎 對齁 這裡面是什麼 這前面是一個function 對吧 然後這裡是一個operator 對不對 然後後面是一個欄位名稱這樣 對不對 所以你還搞不清楚這是什麼的話 你可以先看一下這是什麼意思這樣 對吧 這是df的subset 這個subset的條件是什麼 不是男生所以就是女生對吧 所以這一邊就是 這一邊是什麼意思啊 然後這邊是這個資料框裡面所有的女生這樣 對嗎 就是 所以他是在這個方向上所有的女生就是 包括 Amy Cindy 這兩個人 這兩個女生 然後 然後 然後他後面幹嘛 他加了一個 我說這個東西叫做單單就是選取 運算符號對不對 所以他選取了這兩個女生的什麼呢 購買次數這樣 是吧 然後他把它 加起來 是嗎 Right 看到了嗎 OK 所以這裡你選擇了那兩個女生 這裡 後面這個dollar sign幫你把那女人的購買次數找出來 然後把它加起來 所以這是 所有的女生的全部購買次數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OK齁 那這就是你要不要做的 OK 你的作業是 回去寫這個東西 然後把它寫在那個 把它寫在這裡 把它寫在這裡 然後就是 最後你做一個night 好比說我這邊想說 像這個 就是 這一題的話它應該就是 total number 你看 所有女生的全部購買次數這樣 那 寫程式是一回事喔 看得懂人家寫程式另外一回事這樣 在你們這個階段,其實你想想一下小孩是怎麼學講話的 他是先學聽懂人家講話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階段的練習也是一樣 在這個練習裡面我們練習有兩件事 一個是,我說在這個notebook裡面 我們首先叫你練習寫一些程式 再來的話我們再叫你練習一下看人家寫 寫這樣是什麼意思 你們每個人都要做這個練習 假設說你沒有辦法耐出這個東西就留下來 現場的助教就是想辦法先幫你耐出這個東西 你能耐出這個東西之後你就能夠寫這兩個題目 你能寫完這兩個題目之後就 大致上 我想我們今天主要是要幫助那種完全不會寫程式的人 對於完全不會寫程式的人 今天要給你一個寫程式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給你一個notebook 然後你能夠耐他 然後你就是可以把你的程式跟你的註解寫在一起 一方面我們讓你出題目讓你寫程式 另外我們寫程式讓你寫註解 這樣聊嗎 好 然後 我們顯然第一個單元沒有辦法講得很快 這是跟我原來的expect也差不多 我原來想說要兩個禮拜然後就跳到機率去 現在這個樣子 我想我們要把這兩個禮拜弄大概四個禮拜 這樣子 OK 那大家也不要太擔心 因為事實上 說實話我們後面講那個商業實務的時候 我原來留了還蠻多週講商業實務 你如果回頭看我們的這個 因為我原先想的比較樂觀一點 大家覺得說大家應該都還 會寫點程式的人應該要佔大多數對不對 可是沒有現在是 我們現在這一班裡面會寫程式的人其實比 不會寫程式的人還少 那 所以我們有必要調整一下我們現在的這個做法 就是說 大家來看一下課程大綱好了 剩下一點時間我們就是再回到logistic 好不好 其實我原來打算前面六週講完 然後後面就有整個十週的時間都來做 商業的實務這樣 可是照我們現在這一班這個情形 我們大概要把十六週變成是一半一半這樣子 大概是要變成這樣才可能這樣 那 不過這可能對原來就會寫 阿程式的人在前面這幾週會有點boring這樣子 那 那我覺得大家不要這樣想 因為我們之所以會有這個課 其實很大一個原因也是希望 帶越多的人起來會寫程式越好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分組下去了這樣 那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夠 小組之間可以 一起幫忙一起寫程式 我本來今天如果講得快的話 我們出到了小組作業 那 這個禮拜出小組我也不太好 因為再來有放假這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禮拜我 把作業都出成是個人作業好了這樣子 好嗎 然後 然後大家不要以為個人作業就不要簡單 因為接下來我要講 我要讓人去上一些課這樣子 OK 那這些課呢 事實上對那個 尤其是沒有 不會寫程式的人 你聽完我今天的課之後啊 你去上我 教你去上了這個課 那我相信你就會對 怎麼樣用R有一個很好的idea這樣 下一次回來我帶大家看一些notebook 你大致上就已經有那種可以開始用R來學機率的那種能力這樣 我再講一遍齁 今天我會出一些作業 那我們現在回到作業這裡來 我原來還是排的太多 就是說我會把它調整下來這樣 原來我今天是想要講兩個課堂筆記 然後有一些作業上裡面寫這樣 可是 可是我剛上課的時候我可以 講實話我跟你講我會類似菜鳥老師 我第一年教的時候其實我不太會看 我講了人家聽不懂 可是我現在我覺得我已經有點把握 大概知道說我講到多快是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這一般這個樣子 講到這個速度大概就是OK了 再快就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只做完了這個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然後GET這個我們先不要管它了 我們今天只做了這個這樣 OK 那 那我要大家去做一件事這樣 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這個線上學習課程 叫做MIT and Legal Age 那這個是麻省理工學院 它專門為商學院的學生開的R程式課程 我再講一遍 這個課程是麻省理工學院 麻省理工學院有一個很出名的商學院 你們知道嗎它叫史龍商學院對不對 它是專門為商學院的學生開的R的課程 那各位可以在這邊到這個網址來註冊這個課程 那你到這邊註冊進去之後 這邊有個Enroll 到這個網址你就可以註冊到 那你註冊的時候要注意一件事喔 就是 它 之前你們已經申請了帳號對不對 有了帳號你就可以Enroll 你按Enroll之後呢 它會出現這樣的畫面 然後上面的話就是 叫你付錢 你就可以你要付150塊 哇它本來是99塊而已 現在已經賺到150塊了 這個我們之前的熟習課程有做過這樣 那我們不要拿它的license 我們只要去audit audit的意思就是旁聽的意思這樣 OK 因為我們不會上它全部的東西 這裡面有很多東西其實是大數據的東西 是要等到下一學期再教的這樣 但我們可以借它前面的一兩個 我覺得做得非常好的章節這樣 等一下我會play一下給你們看 OK 所以你audit這邊就選這個藍色的audit的牛 那你選了之後就會註冊進去 註冊進去之後我帶大家看一下好了 註冊進去之後我帶大家看一下好了 如果你們現在可以註冊進去的話 那麼進到那個課程裡面它應該長這個樣子 等我一下 做完註冊之後它基本上你會看到那個課程的首頁大概長這樣 那這邊有個course對吧 就是課程內容你按一下課程內容就可以了 那下面這邊就會看到一個一個單元 底下你就會看到unit1,unit2類似像這樣的 對不對 我 我要你們今天除了寫我剛出的作業之外 來上這個課 OK 那這個課的話 我們要上的東西在unit1裡面 你們要把unit1打開這樣 然後unit1裡面 它每個unit裡面又有好幾個section這樣 好比說這個section,這個section,這個section 那我要你們上的是這一部分跟這一部分 我再講一部分 這裡都是unit1對不對 有這麼多章節 那我們真正要做的其實是 這個章節跟這個章節 就是working with data and introduction to R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是understanding food nutrition education with data 那MIT這個課程做得多好 它每一個單元 在第一部分的時候都是由教授出來跟你講 跟你講解 講說 那因為這是第一個單元 它一上來就講了一些 其實我不要你們聽這個subsection 它基本上是在講大數據的事 我們先不要理它 然後第二個單元呢 它會有助理教授來 教大家怎麼用R OK 所以這個單元就是exactly我們要的 雖然你們聽過我的對不對 你再聽一下人家MIT老師講 那個女生老師講得很好這樣 而且他會帶著你用R這樣做這樣 然後 然後第二單元做完之後 它有第三個單元是 助教會出來帶著你做練習這樣 會有助教教你做一個練習這樣 OK 然後 然後 所以你看它每一周 每個單元基本上都是有教授 助理教授 助教 三個section 那我現在要你們去做的是說 你們註冊進去 然後把2跟3這兩個單元上完 這樣 2跟3就上起來會像這樣 然後 我們給你看 你看你把這 第二個章節打開 它裡面就有很多video 對不對 然後download and installation應該不用做 對不對 然後就是從 YR 然後getting started 我們隨便看一個 我們剛剛不是在講Vector and data frame嗎 對不對 看一下 光是Vector and data frame它就有這麼多段的影片這樣 OK 那影片當然都很短 三五分鐘這樣 然後每段影片之後它就有練習這樣 OK 所以好比如說像 嗯 它講得很慢 然後後期就有矩矩的樣子 然後後期就還有caption 所以 嗯 所以你不會學程式的人 你知道 你看看 你不會學程式的人 除了 對R不熟的人 你知道 或者你去寫我的中學經理 你就會知道你對R是不熟的 這樣 雖然我們今天的作業看起來好像蠻簡單的 好不好 你再點你就知道其實你對R其實沒有那麼熟 這樣 那你 你如果寫到作業之後 來上這兩段課這樣 這樣 這兩段課是我看過的 我看過的R的課程可能不下十個這樣 OK 嗯 講得最好 就是一開始講R的時候講得最好的這樣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它是英文這樣 OK 大家 順便也學英文這樣 好嗎 所以 然後 下一次來之前呢 就是大家一定是要 把第一個作業 不管你有 反正你現在 還耐不出來 就是等一下一定要修到好這樣 才能回去放假這樣 對吧 修好的時候就是 放假來的時候 你自己要耐得一份 有答案的東西交回來給我們 對不對 然後你要到這裡來上這個課 這樣對吧 這裡有兩個課 我說過啦 分別就是 它現在可能很 大家都擠上去 它變得很慢很慢這樣 OK 所以 基本上就是Unit1的 這個單元 這個單元 Walking with data Intlying to R 跟Understanding input 這兩個做完 加上我今天教的應該 可以 我說過啦 我們現在前面這一兩週啊 目的不是要你會寫R 要你開始寫R這樣 對不對 就是 聽到了這個你就之後 你應該就可以開始寫R了這樣 你就可以用R去解決一些問題 是不是 它不是說 鹽分 比較高的是哪些食品啊 鹽分比較高的食品裡面 脂肪有沒有比較多啦 對不對 你基本上 光是靠我們今天 你把這些上完 你一定會回答這些問題才對 然後 在接下來我們再 先把這些簡單資料處理學會了 然後簡單的繪畫學 它還會教你畫一些簡單的圖形 簡單的點狀圖啊 線條圖啊 然後 這個 這個 直方圖啊 其實都是大家也學過一些圖 就是你在R裡面怎麼畫它這樣 畫這些圖來怎麼看 那 下一次我們就用會比較快的速度 希望把我們今天 這個單元裡面沒有講完的東西都能夠跟大家講完這樣 好嗎 所以下一次我們就會有 小組作業出到每一個小組裡面去了這樣 那這一次的話我就要每個小組 合作做一些事這樣 OK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Logistics 把剛剛沒有弄完的是 弄結束一下 因為現在已經4點多 稍微單錄一下時間 那 這是我們剛剛已經講過分組的情況 這樣就是說 到了最後我希望能夠到每一個TA 一個team的這個情況 那像我們現在有21組 而且剛剛好像還會再多一組出來對不對 我們還缺一些助教這樣 那 從班內或者說從裡面外面我們會盡量再想辦法 有一個可能性是說 到了最後沒有assign到助教的這些team 那 你們可以從裡面裡面挑一個比較有經驗的人來當隊長這樣 對不對 然後 你當隊長的話 你就跟其他的TA一樣 就是負責協調互助學習的時間這樣 對不對 然後你們每一組不是都會選出一個時間來嗎 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看看說 這個時間分布的情況是怎麼樣 然後 我會 你們要怎麼辦 你們要先把每一組的時間都敲出來了 然後我們再來分配助教嗎 還是我要把助教先分出去 先分到每個team裡面去這樣 對不對 那我們等一下來分 我們現在有個15個助教 先分到現在已經有的22組裡面 對不對 然後 我說過其實 其實像在暑假 每週其實我們會有兩次 互助學習時間 因為暑假是每週上兩次課 他要上16個單元的話 要這樣才上得完 暑假只有8週而已 那 通常都是 就是 教室級的都是人 這樣 因為下一週開始的作業就會 開始變得比較複雜 這樣 對吧 那 有多複雜 我給各位看一下 感覺一下 這樣 就是我們有一個作業就會寫 說 呃 芝加哥的汽車 切案 這樣 對不對 然後 像是 這個 數位偵探這樣 他基本上是說 芝加哥的 車子丟掉 每個車子丟掉不是都一筆紀錄嗎 你把這些車子丟掉的紀錄拿來做 你可以做出什麼來 你可以做出看看說 欸 車子掉的時間 好比像這個圖他在幹嘛 他在給你看說 車子在哪個時間會掉 越紅就是掉了越多 這是24小時7天對不對 所以 最會掉車子的時間 就是禮拜五 十點這樣 對吧 所以我意思是說 你會做一些資料處理之後 再搭配上圖 那 就可以做很多事 OK 然後這個難度 就不是一個人 你如果小組不合作 然後你 作業時間不來這裡寫的話 多半都會寫不出來 OK 那我說過的阿 我不是開玩笑的阿 我是說 一開始你們要註冊 我就跟你們講 你要學這個課 除了上完課之外 你大約都要花到 六到八小時 這樣每一週這樣 寫作業阿 去看我指定給你的 課程阿 然後跟小組一起討論阿 做小組的作業阿 好嗎 所以你真的要投入到這麼多 尤其是你 不會寫成字的同學 特別是這樣 好那 回來 我們有很多學識資源 大家盡量利用我們的網站 大家知道在哪裡 頻道阿 然後 這些東西就是我們的外部資源 對不對 線上的資源 那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學識資源 是在這一邊阿 是學習小組阿 然後 希望大家很快能夠 能夠運作起來 然後 我們會辦一些 發表分享阿 比賽活動阿 這些東西這樣 好 我們接下來會做那種小組的筆記 意思是說那個筆記難度就比較高 比本人的筆記難度高 然後 也比較開放 你可以發揮的空間比較多 那做了之後我們就會 因為寫的時候要改嘛 對不對 像這麼多組事實上沒有辦法改 而且助教就在你們裡面這樣 叫他們改也不公平這樣 所以我們會用小組筆記互評這樣 那到時候我會告訴大家怎麼樣做互評這樣 就是 你們 每個人會為其他的組做一個評分這樣 然後幫人家評分也會有分數這樣 然後 這其實也是我從人家的線上課程學來的 因為現在 越來越多online course是用這種課 因為 那種線上課程 通常都是 好幾百組這樣子 好幾百個人 事實上 那 那 老師通常沒有辦法改作業 要靠大家互相改 要靠大家互相改 觀摩一下別人寫什麼 對不對 然後 另外一邊的話也是一種互助學習這樣 對不對 所以 好吧 所以我們今天 今天沒有能做到 小組作業 然後就是 個人作業的話 大家 大家 務必要把它做好 對不對 趁這個 趁這個 這幾天連假多做一些事 那你如果聽完了那兩段課程之後 其實 MIT這個課程裡面 它其實最精彩的部分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作業 這樣子 就是說你如果看完了這兩個之後 你其實就可以下去寫它的作業看看 OK 讓你看一下麻省理工的學生 他們在一週裡面要做多少作業 給你寫一個看看 你搞不好一個都寫不出來 OK 那這個作業基本上是我們下一次 會發給小組去做小組作業 所以你如果做完了這個 那些已經學會R的 你會覺得現在的課還很無聊的那些人 來寫一寫這個你就會知道事實上你並不懂R 我再講一遍 我會challenge大家 你會說我寫R寫了好幾年的資管序的同學 你試看看寫這個作業試看看 你搞不好還 很多題目都寫不好寫不會這樣 好不好 那這個是人家MIT第一週上課的作業 第一週上課的作業 OK 所以大家不要怕不要嫌累 這個學習曲線就是這樣 那人家國外的學習強度是這樣 我們如果要比上人家 我們就要從現在開始更努力這樣好不好 我們這週就上到這裡了 然後 你現在那些NITE不出來的啊 現在留下來我們就是在兩個教室嘛 分別都有些助教可以幫助大家這樣子 好開心 明天